14个左右 29块9您到手4箱 一箱里面是14个左右 这不跟大家说死了 因为还是以客重为准 这个是萨奇玛 它的甜味是来自于麦芽糖 没有其他的添加 配料表里面小麦粉 麦芽糖浆 植物油 鸡蛋液 全脂奶粉 食用盐 添加剂是蓬松剂 淀粉和香精这种东西 很干净的配料 大家放心去拍 29块9您到手之后是4箱 所以这个价格其实还是很美丽的 然后呢这个居然有人说穿抹胸 真是的 29块9 29块9 雨昏来了 回回已经来了 29块9大家到手之后是4箱 然后每一箱里面大概是14个左右 400克 一箱400克 您到手4箱 29块9 变拍变拍 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欢迎回回 抹胸是个咋回事 不知道 这能播吗这个 来 下星马还讲 对 这个 自己拍吧 嗯 自己拍 卖啥呢 我也不知道 下星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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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我去图书了 你现在 无缝衔接的 辛苦了 走了走了 拜拜 你也辛苦 也辛苦 分文讲书 激情慷慨 也是也是 走了拜拜 拜拜 我先把这个还一下 萝卜 哎呀 冰糖心 震惊了 现在连萝卜都冰糖心了 开始 啊 是吧 我们以前吃冰糖心的苹果 这进一步 萝卜也冰糖心 下部我卖冰糖心 柠檬 对吧 冰糖心 红薯 是吧 还有啥本来味道 冰糖心的辣椒 冰糖心的苦瓜 冰 冰糖心的苦瓜 这是许多人说的 那我干脆不能叫苦瓜 那应该叫香瓜 甜瓜 羊叫蜜啊 对吧 冰糖心的苦瓜 各种研究新品种 需要朋友自己拍啊 这个19块8公斤的五斤 冰糖心多不 真的是冰糖味吗 尝一下 它确实没有任何辛辣感 甜吗 甜甜水水 还挺想吃的 尝一下 你看 我感觉还挺好吃的 你可以试试啊 是吧 没有普通的萝卜 那个辛辣味 很甜 很水 今天价格很滑稳 19块8 五斤 五斤啊 这没多少 只有1000斤了 只有1000斤 对 对 这个余老师和王老师 一会儿来 大家稍等一下 女朋友说憋痴了 一会儿访谈有味 这萝卜真没有味 你别骗 我不骗你 我不骗你干啥 朋友说别骗我 我不骗人 不浪 喜欢的朋友自己拍啊 萝卜还有300单 萝卜还有300单 总共就只有1000单 19块8 一共带走五斤 来自山东维方 什么的 什么蓝阳的 不如维方的萝卜皮 哈哈 维方人对自己的萝卜 充满了一种自豪感 跨国公司 这个萝卜跨国公司的 八道总裁上线了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 哎呀 土耳其杏干 蜜件 配料就只有一个杏干 没有其他东西啊 产地 浙江杭州 啊 烟台苹果 来养粒 不如维方多我批 哈哈 烟台的苹果多委屈啊 来养的粒多委屈啊 今日我替他们发声 明天他们替我摇气呐喊 喜欢帮自己拍啊 48块8一共带走六包 然后89块8 带走十二包 哎呀 很好吃 看 去掉了盒 没有加其他的蜜 或者是其他的增田 就是单纯的杏干 配料就是杏干 有一种 表皮 有一点的这个皱和紧 但里头的果肉 很绵密 很细腻 很Q弹 有一种 属于水果 果肉 风干之后那种胶质感 好吃 喜欢不可以自己拍啊 土耳其 土耳其杏干 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去啥去 直播间里买个杏干吃一下 行了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对要买货 第一个小时赶快买 一会儿于老师一来 我们就得采访 第二小时没法卖货 品尚快点 快 赶快卖货 这个是杏干 然后接下来还有这个什么 芒果干 哎呀 芒果干真的是我的 但这个配料又比刚才那个多一些 那个刚才只有杏干 这个有芒果干 白茶糖 它是有柠檬酸 胶亚硫酸 但应该还好 只要是合法添加气都没啥 嗯 这个更好吃 我喜欢芒果 看果肉多厚 大块的 浓郁的芒果香 仿佛是热带的阳光一样 清新 爽口 嗯 真好吃 36块8 5包 69块8 10包 所以算下一包才7块钱 不到对吧 还挺便宜的 这一包是108克 不到7块钱 大家想象一下 一般情况的果干 水果90%左右都是水 做成果干之后 它的含水量会迅速下降 所以这一包的108克 二两 我估计至少 你得个两斤芒果能做出来 OK 所以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你朋友说知道省饭钱 真是猛吃 其实我吃饭了 刚才 赶紧吃了一碗面 然后呢 但是这个芒果干是真的好吃 晚上在家里 如果你 这个看个电视 或者马上春天了 带孩子出去野营 然后爬山 想吃的话 可以试一试这个 芒果的味道很浓郁 还有七把蛋 来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 儿童成长配方奶粉 前两天有很多朋友说 没有新品 一直卖肉 卖牛奶 受不了了 大家想要的奶粉来了 想要的奶粉来了 三到十二片都可以 三到十二都可以 它里头有DHA ARA 乳铁蛋白 益生菌 维生素K2 D 酱姆β 普去糖 这些 蛋白质含量 每100克中 19克蛋白质 包括大家知道的一些 腌酸 液酸 酱 银 铭 钙 铁 铁 液黄素 牛黄酸 这些都有 维生素A D E K B1 B2 C 学校的朋友自己拍 还带着个杯子 显示温度的 这个杯子可好看了 能显示温度 就是上面是吧 现在有很多这种神奇的杯子 就你留一罐热水 你看这显示23分 没 可能现在没有水 它就是正常的现在 空气的室温 你看 显示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见这个数字 看不见是吧 这是一个数字的 如果把开水灌进去 它是显示温度的 这样孩子在喝的时候 就知道多少度了 不至于烫到自己 杯子是送的对吧 318 两罐奶粉 再送14条 相当于半罐 对 这一条多少克 一条是 一条30克 14条就是300多克 400克的多 对吧 420克 然后这一桶 这一桶才700克 多半桶了 多半桶了都 所以这是两桶 再加多半桶 然后送这个杯子 为什么之前要给大家找奶粉 其实很多家长的这个考虑 是非常贴合孩子生活实际的 因为在学校呢 比如给孩子买液体的奶 第一个拿着重 对吧 给学校送 孩子拿不动 然后第二个呢 他早餐如果吃 吃完早餐 要喝那个牛奶 他热不方便 他直接喝那个呢 但是有点凉 喝了可能会肠胃不舒服 如果是有奶粉的话 第一个 我拿着很轻巧 我这一桶的泡多少奶 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 我冲的时候方便 有热水 我自己冲开 一边能够喝到热的东西 另外一边 他其实还能够暖手 所以对于很多孩子来说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但这个杯子 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泡奶粉了 可以泡个茶 接个热水喝 因为拿这个泡奶粉的话 太深了 它不太好清理 时间长可能就有异味了 只有700蛋了 已经卖了3000多蛋了 孩子其实喝奶粉还是建议用那种长口的 那啥一点 那种杯子好凉的快 而且也好清洗 就是奶味很浓很香 但是没有那么甜 小时候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偷着吃奶粉 干吃 但我们那会吃的奶粉 后来就是三句全然的一个 不好意思说 所以我后来觉得我这个头大 是不是有一些特殊原因 小时候吃的就是那个 这个是你刚才冲的吗 对 他们没喝是吧 刚冲的 很香很香 奶味很浓 而且它比普通的牛奶 就添加了这些营养元素 维生素组 烟酸液酸 胆碱 泛酸 加美钙 铁心 叶黄素 牛黄酸 DHA ARA 乳体蛋白等等 给孩子拍 可以试喝四条 可以试喝四条 OK 所以这个价格 其实算起来还是非常实惠的 318 你要按照平常孩子这样去喝 比如我就按照一包30 我就一次的量 对吧 30克 首先这些就已经能喝两星期了 这是两个星期的量 然后这两桶是1400克 1400克除以30 那就是接近在50天 然后再加上这个 就是两个月的喝的牛奶都够了 两个月60天 你用318除以60 一天算下多少钱 5块钱 5块钱 你先买好一点那个牛奶一罐 它也是5块5 6块左右 对吧 但是这个 它可能第一个 携带更方便 第二个呢 它里头除了这个 牛奶的蛋白和钙以外 它还添加了很多的维生素呀 钙铭 铁心 液黄素 牛黄酸 DHA ARA 这些 可能对于 青春期的孩子来说 会非常有必要 重点是它的功效 但是我们不能说 大家可以去点开详情页 看一下 而且它奶香很浓 其实如果是在这个行业里头的人 大家知道 一般奶 起出来 它第一道是先做奶粉 这是它的详情页 所以大家看 所以最浓的奶一般 都先做了奶粉 这是它的详情页 你看 这个东西我们都不能念 这就是它跟普通牛奶的区别吧 重点就是刚才那一样 对 就加了很多的东西 更适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三到十二岁都可以喝 OK 这个奶粉里头没有加糖 喝着没有那么多的甜味 如果孩子喜欢的话 他可以自己再加点糖就行 好吧 只剩两百当 有朋友问那个黑芝麻黑豆粉 就咱自己那个有没有 最近没有 成人喝可以吗 当然可以 也有是吧 那谈一下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其实你们平时买什么 女士奶粉 老人奶粉 学生奶粉 成人奶粉 其实本上它 蛋白质和钙都都一样 无非就是比如说 相对我们一般会觉得 人的年龄变大时候 他骨骼的钙流失 可能会需要钙 所有奶粉 稍微给他多加点钙 所以对老人来说有那个好处 但是我成年能喝 我怎么不能喝 能理解吗 比如给孩子 这里头我都加点DHA 加点什么野酸啊 这种 什么牛黄酸啊 这些东西 那我成年人喝能不能 当然 只不过可能相比 普通成年人喝的奶粉 它相对能贵一点点而已 对吧 这个是给大家找的成年人喝 性价比比较高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 29块9400克 这个奶味也很浓 你能帮我再冲一个这个吗 这是澳大利亚进口的 对 所以我刚给大家讲 就是其实奶粉这儿 就是分什么什么 你要喝也能行 无非就是 可能它里头添加那些东西 相对来说 是那个年龄段人所需要的 但不是说其他年龄段 就喝不了 喝这个会胖吗 就是如果说你 这个热量的摄入 和你的运动量 这些不匹配的话 你吃什么都胖 跟奶粉没太大关系 吃水果都能吃胖 你还别说 吃蔬菜都能吃胖 你要只吃不运动 那吃什么都会胖的 喜欢的朋友自己拍 好吧 然后这个给 在另外冲的那一杯是德运 那个大家可能平常买的更多一些 其实以前我给 家里人就买过很多次那个 它有那种 其实有个更大包 我不知道你们见过没 更大的一个包 这个是400克 有一个比400克 还有更大那个包 也是性价比特别高的奶 因为像这类液 如果你买液体奶的话 你到如果抖音里头搜 那种直播间买 它可能一升 也就是10块钱 其实不贵 但是奶粉来说 它会有一个优点 就是你早上一冲 或者是热的 而且比如像家里 我之前买 主要是给老人买 它用热水冲开之后 它可以泡其他东西去吃 对它来说比较方便 这款奶粉还有700大 哪个 这个成人的 德韵这个是吧 OK 29块9 400克 需要烹自拍 嗯 这个奶味也是同样的浓 但是它点颜色是有差异的 你看 我估计肯定就是 里头添加了 这些营养元素的差异 就是刚才给学生喝的 这个颜色 稍微偏黄一点 发现没 这个颜色就是白 就是纯纯的乳白 成人款中学生也可以喝 成人款中学生能喝 当然能喝 其实 给大家一个意见一下 就是像牛奶这些东西 让孩子每天喝就行了 只要他每天喝 他身体需要的东西 该补充都补充了 你说你一年到头都不喝 他就喝那俩月 然后那俩月 你要买特别贵的那种 也没有必要 其实弹成来说 五股杂粮只要 与饮食均衡搭配 就差不多 其实人吃东西 很多时候是一种习惯 是一种爱好 也不单纯都是为了 那些营养元素 我之前跟他说 为了补充维C 我要买几十块一斤的车粒子 那你吃萝卜里头 也有维C呢 吃白菜也有维C呢 对吧 一模一样的实际上 对吧 奶粉还有四百蛋 需要朋友自己拍 确实凉肉很香 很浓郁 你看它是挂杯的 发现没有 挂杯的充分说明了 这是全脂奶 所以挂杯 还有它的蛋白 两个奶味都很足 但是喝起来 确实有点差异 如果你嫌那个贵 你买这个就行 就这意思 成年喝买这个就行 对年龄小点孩子买第一款 它里头添加那些东西 对人体是有用的 我不能跟你讲功效 没了吗 我不能跟你讲功效 但它确实有用的 来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 这个是知识卷 也是家里有学生的朋友 早上可能你 照着孩子要上学 然后半天的早餐弄不好 我以前在当老师的时候 因为以前开家长会 玩的会有 加很多家长那种联系方式 我经常会看到 他们发的社交媒体 那动态里头 有的家长对于学生的那种 爱真的让人感动 每天起的特别早 然后给孩子准备各种各样精致的丰富的营养搭配的色彩全面的 就连摆牌都要设计的那种早餐 我妈就这样 你妈妈就这样 你什么感受 什么感受 她其实并不在意你辜不辜负她 她其实希望你 是健康的 是幸福的 是快乐的 我就没有过那种体验 因为在农村 大家早上起来 其实要去干活呢 可能将就将就的随便凑一点就吃了 然后我自己后来工作的时候 一个人更加没有了生活的节奏和这种乐趣 经常早上一觉睡醒都中午了 都没时间吃早饭了 外面的这个面皮 它烤完了之后 有属于小麦本身的麦香 然后这个里头是 哎呀 榴莲馅的 哎呀 能再热一下吗 导演这个 可以 稍等一下 嗯 好香啊 它里头是奶油和榴莲 那就是芝士和榴莲 还有七百单 这个是榴莲 有榴莲味的 还有奥尔良鸡肉的 是我拿错了吗 还是它里头本来就是这样子 六十八块八 大家一共可以带走八根 八八六十四 一根八块多一点 你可以选啊 它有六根芝士的 加六根芝士牛肉 加两根芝士鸡肉 或者六根芝士小龙虾 我的天 没有了哈 六根芝士榴莲 加两根芝士鸡肉串 烘焙之后 小麦粉的香 里头甜软细腻 回味无穷的榴莲 加芝士 满满的能量 一大清早 然后喝上一杯牛奶 哎哟 上学呀 今天一定要到学校证明自己 我要不去学一下 老师都还以为 他自己教得很好呢 我将用我的这个 亲身经历 向老师证明 什么叫做徒劳无功 努力讲了一种 发现还是学不进去 但是我心情好 我身体好 我价值观正确 善良 慷慨大方正义 反正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以后如果考不上 那种顶级大学 我学一个自己喜欢的手艺 也行 我只要幸福的 快乐的 健康的 自由的过着一生 爱身边的人 不偏颇 不极端 不狭隘 我就是成功的 我就是幸福的 我就是碌碌有为的 如果每一个人 都能这样去想 而且都能这样去做 这样去成长的话 那这就是我们所理想的世界 还有两百单 也不用说 我家儿子去学校 就是为了证明老师教的不行 老师非要憋着我们考试 我百般推辞 对吧 他就不听劝 非要考 考就考吧 我将用我的这个 成绩向他证明 什么叫做拖劳无功 我要不考 他还以为自己教的有多好呢 就这种感觉 烤了之后 这个更好吃 表面的这个皮脆的 又脆又香 里头芝士和榴莲 黏糯滑溜的口感融合在一起 因为温度高的时候分子运动速度快 所以那个甜 直出了大脑 来不及思考 美好就这样如期而遇 真香 解冻大概需要多久给大家看 空气炸锅里130度 12分钟 烤箱上下火125度 13分钟 微波炉中高火3分钟 这样来看 微波炉是最坏的 但你想要吃这个表皮脆 你还是要用烤箱 或者空气炸锅 我吃完这 我学不懂都不好意思 再努力一下吧 再学点 我跟你说 我从小长大 我妈从来没有用过我成绩 就是她极其朴素的观点 其实很多是来自于 外公外婆的一种家庭教育 在我妈妈小时那时候 他们那儿 因为当地可能经济教育的条件所限 不是每个人都能完整地学上完的 所以外公外婆的教育过程中 又更关注孩子的一个身体健康 第二个 她应该有个健全的价值观 比如说不要期待不劳而获 比如说要 对别人善良 然后尊敬 然后接人带物 要有自己的家教 要有门风 其实他们就教了一些最朴素的东西 然后那些朴素的东西 后来就影响着我妈妈 教我们也是非常朴素的东西 我从小长大 其实成绩上的东西 他好像确实没有提过几次 第一个可能是因为成绩 确实一直还没有特别糟糕 但第二个就算考诈了 他也没问过 其实也没问过 但是他一般 我一般挨骂都是因为自己第一个捣乱 第二个不玩吃饭 所以他从小就喜欢隔壁那些孩子 隔壁那些孩子饭量是真大 我天 我们家隔壁是俩女孩 比我还小 你知道我都上高中 那俩女孩就是小学初中那种 但那俩女孩比我饭量大多了 就俩人一锅饭就能吃完 所以我从小就是活在隔壁小孩的阴影中 带来一个 吃不过它们 鲁鱼鲁鲜 鲜肉吃 CN特色吗 我看一下 鲁鲁鲁鲜 鸡肉 盐 生姜 葱 八角 桂皮 花椒 小茴香 茶 福茶 然后香辛料 没有防腐 没有添加 你知道这种葫芦鸡在现场 它是肉特别的酥特别的烂 甚至连骨头都软了 这种好像那种掌力把骨头给化软了一样 然后出来的时候 它是用外表皮是用高温的油浇过的 是炸过的 所以表皮是脆的 是酥的 里头的肉呢 多汁 软烂 细嫩 然后沾着那个花椒的碎和辣椒粉 哦呀 胃口大开 空气炸过就可以 会特别好吃 需要朋友自己拍啊 你看 你看这个肉汁 看看表皮这个脆 这时候再沾着调料 哎哟 快给 谢谢 好吃吧 好吃是吧 皮是脆的 这是精髓 它一定得脆 它不能软 软了就不好吃了 这个鸡就在这儿了 快 许多 谢谢 看这都香了 皮是又酥又脆 又焦又香 然后这个肉呢 多汁鲜嫩 再沾上这个调料啊 要 是吧 点精致比 哎 这个葫芦鸡六十几块九 带走两只 如果是大家想要在家里头跟家人吃 还想要方便的话 那很明显你去买做 来皮 太麻烦 另外你也不一定做这么好的口感 肉很酥很烂 然后这个调料配的味道 也恰到好处 麻辣爽口 对吧 主要是香 对 芹椒吗 就是它的特点就是 就是香 还挺正宗的 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我大学 西外 南门外 南门外边就有一家 火鲁鸡 哇 那在西安可太致命了 只要西安人都知道我设是哪 跟那个味道还挺像的 是吧 推荐大家尝一 还有八百弹 下次来先 给你安排 从头到尾给你安排明白 我现在只要有朋友去西安 全程一毛钱你都不用掏 吃住你都别管 你只要怀着个好心情 带着个好心情来就行了 咱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走的时候 还在给你提一大堆 手上还要提着 再送到车站 所谓开心而来 满载而归 就这个意思 自己拍 鸡还有 是吧 直接在空气炸锅里 坐一下就行了 你试一试 你会爱上它 它跟你以前所吃的烧鸡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因为这个烧鸡整个讲究软烂 它可能要煮 要蒸是吧 要炖那种 这个完了 它表皮是要用高温的油炸过的 所以那个肉皮是酥脆焦香的 然后里头的肉再细嫩多汁 沾上那个麻辣爽口的调料 我的天哪 这个也很麻辣爽 你的每一个味蕾 都体验到一种极致的感觉 嘴都过年了 就那个意思 牛筋面皮 来自陕西 哎呀 这个人叫王子 跟我一样 我是肉酱膜王子 他这是米皮王子 来自宝鸡 西山 配料也很干净啊 水 小麦粉 小麦淀粉 这是牛筋面皮的 然后调料辣椒油里头 菜籽油 辣子面 花椒面 味精 调料 然后液体料 把水 味精 盐 醋 That's it 它相比普通的那种面皮 更有 嚼头 更筋道 所以叫 你看叫牛筋面皮 因为它里头是加了这个 小麦淀粉的 所以更加的筋道 更加的Q弹 有一种小时候吃的 辣条的即适感 但是它配料很干净 有金面还有七百灯 有金面七百灯 你不能理解一个西北人对于面试的热爱 当你走到西北的任何一个城市 尝试不同的地方 他们会变着法的做这个面试 每年五月 然后呢 这个 太阳的直射点几乎要逼近它的极限 以北的时候 小麦几乎是在几天的夜里头 就变成了 这种精亮的黄色 然后风吹过来 那个甚至熟的过来 那麦粒 啪啪的掉地上 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那个鸟麻雀 从麦地里 真是飞起 然后连和收割机 转动着它的尺寸 把所有的粮食 收骨贵仓 然后新鲜的面粉 做成了各种各样的 这个面条 馒头 包子 蒸的 炸的 煮的 烤的 烙的 背的都特别好吃 自己拍吧 来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 这个噩教膏 对 我看今天 现在十万人 正好穿着人多 我说 今天很多朋友在平台 一直说 恭喜我 中奖 我没推的 我需要啥恭喜 这个 对 不好意思 请让我做词一下 这样显得庄重一些 从去年的六月到今年 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 真的跟梦一样 记住 我经常在想 是不是平行时空里头 另一个我自己 现在还在这块 苦苦挣扎 然后每天 打着鸡血的那种状态 有可能 有可能我一直都是 感觉没有那么大的运气 但是仍然切而不舍 按照自己的价值观 和自己所受的教育 按照自己父母 教给你为人处事的方式 和自己书本里的 误来的知识 按照你从哲学家 你从艺术家 你从文学家 你从历史学家那里 总结出来一点点的道理 也仍然在坚定的 分离的前行着 我想过无数次 这些故事 我也得出过 同样的一个 重复的阶段 就是我一定还是会 落到大方的做自己 所以如果你想好了 你要成为一个 怎么样的人 你要走怎么样的路的时候 其实运气来不来 跟你没有太大关系的 就是我给大家讲 这么大的运气 对于任何人来说 它都跟彩票一样 没有人靠彩票过日子 但是你得知道 你要怎么 过好你的每一天就行了 你只要每一天过的是 没有悔意的 你只要用尽全力的 你只要按照自己的价值观 和为人处事的方式 再珍惜它就行了 幸运 特别幸运 所以我后来一直觉得 我不该拿到这么多的幸运 不该得到这么多关注 我也不该有这么多人的偏爱 坦诚来说 从去年到今年 有很多的爱你的人 当然同时你也得接受 有很多人不喜欢你 他觉得你迂腐 觉得你油腻 觉得你鸡汤 觉得你废话口水话 当然我都能接受 你不能平白无故地要求 整个世界对你照单全手 因为这是不现实的 但是很庆幸的是 一路相伴的 很多人一直走到今天 现在直播间还有十万人 其实我觉得挺意外的 到今天都已经八个多月了 八个多月晚上还能凑十万人 在这里听我胡说八道 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情 可能男女朋友 谈不了八个月 就以我这样的性格来说 我不骗大家 我谈的好像都没有超过一年的 以前谈的 就是以我这样的性格 很少有人能受得了 就是可能我在镜头前 显得是一个夸夸其谈的 是一个喜欢胡说八道的 看起来张牙舞爪的人 但实际现实的生活中 就是一个性格怪癖 然后沉默寡言 很少社交的一个书呆子 就每天就在那看个书 每天都是看个书 也不知道他心里在想啥 回家跟爸妈都不怎么聊天 我第一个是 我刚才表达很感谢 大家能够喜欢 能够认可 能够给很多的赞美荣誉 能够很多的包容和夸奖 这是福气 但是第二个 我也很清醒的心态知道 我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好 所以我以前给大家讲过一句话 就是别人夸你的时候 你全都别信 别人骂你的时候 不要全信 他夸你的时候 可能你也没有他所说的那么好 当然同样的 他骂你的时候 可能你也没有他所说的那么糟 你得有一个调整的心态 要不然你总是以别人的夸奖为乐 以别人的批评为悲的时候 你就喜怒皆行于色 那就不行了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 是不悲不喜 对吧 需要一种淡然处置的一种状态 我再尽力调整 大家也能看到 东西会是上成长的样子 这个阿娇膠膏 需要的朋友自己拍 来自山东 北京同仁堂的产品 500单 不好意思 大家自己拍 因为我今天是要给大家说些事的 所以我可能接下来 这个产品讲的少点 需要的朋友自己拍就行 刚才你需要的帘子拿来了 我觉得从去年6月 如果一直在看直播 看到现在的朋友 就能发现东西会从去年6月 到现在的变化是非常大的 甚至肉眼可见的方式 这个人变了 坦诚来说 我把这个叫做成长 我不知道它是好还是不好 但是大家也肉眼可见的 看到这个孩子在进行前变得更加的 理性了 成熟了 坚定了 温和了 不再乍乍乎乎 然后不再低声诉苦 不再抱怨 不再徘徊 一个人在成长中 总是要不断摸清自己前行的方向 很多时候你的认知是矛盾的 你一方面觉得这样对 你一方面六方面觉得那样对 但是就是在两个极端认知的情况下 你在中间不断的定位自己 你找到南找到了北 才能找到中间 知道了善知道了恶 才能知道什么是自己 知道了黑知道了白 才能知道怎么做自己的决定 所以我觉得我从去年6月到现在 也在不断的进步 我为什么每次感觉都能够 运气特别好 都能够最终落到大方 我觉得其实有很主要原因 其实就是隔着镜头 很多千里之外 素为谋面的朋友们 大家对我的一些偏爱 一些牵挂 一些奠念 一些祝福 我曾经在我评论区里看到过一句话 就是去年那会儿 我挨骂挨得最多那会儿 大家当然每天替我担心 下面写了一个说 怕他不火 才华埋没 又怕他太火 目秀于林 我妈当时看到那句话的时候 我就非常感动 然后我妈给我转过来 我在回家路上走路上 看了那句话 风一吹来就泪流满面 就是你知道周围全部 那一段铺天盖地的批评 和妈妈声裹来的时候 像浓重的黑暗把你裹在其中 但是有一盏灯为你而亮 哪怕是跳动的主广 你知道那种荣誉加深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将军 能够守之利剑一样 那一刻你再也不惧 人间的那些冰冷黑暗 嘲讽甚至奚落 你觉得看到的不善不义 不争不正 或者是不平之事 你都不再那么的 孤苦无益的 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 其实很多朋友说 在东方正眼直播间里 也收获了一些知识 收获了一些鼓励 收获了一些陪伴 收获安慰 其实我觉得受益 更多的是自己 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觉得说 一个老师讲的多了 受益多是学生 我觉得恰恰相反 老师讲的越多 受益越多的越是老师 因为他讲的越多 自己越明白 不管他最终能不能做得到 能不能知情合一 但至少他在思想认知上 越来越清醒 一个人能清醒的 活着本身就已经很难得了 我们其实有很多个 非常值得纪念的瞬间 比如在七月多的时候 当时大家一起 那天为了给东西 会有一个惊喜 点赞点到十亿 最后十一亿 不出意外 他应该现在还是 抖音点赞最高纪录 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 抖音扣分 但是我说实事实 不是产品就没关系 大家有过一起 点赞的时刻 从早上起来 均匀那个 一直按着手指 点了一天 我那天看到 那段时间看到 很多人那样点赞的视频 其实每当看到这样的时候 我应该特别激动的 甚至落泪的 在镜子前向大家表示感谢 我其实镜子后我会 但是镜子前我会保持克制 因为我特别害怕 我那样话说的多了 大家就会花更多的时间 去点赞 但实际上我我给大家讲 我们出院的镜头前 唯一的作用就是提醒你平安喜乐 健康顺遂的过着一生 我不愿你在我身上耗费 任何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完全没有必要 等于不是你的生活重点 直播也不是 我们只是提醒你要 自己知道怎么生活的一个人 然后后来大家在直播间里 一起去参加考试 甚至还装模作样 还去边搜边回答问题 还说自己腿断了 关在外面了 风很大 天很冷 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那些非常有意思的时刻 直到现在是很多人 过去那半年里 一些共同回忆 尤其大家知道当时 因为一些特殊的考试原因 可能经常在家里头 感觉到迷茫 感觉到无聊 甚至对未来感到前途未卜 感到担忧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人千里之外 与你遥相呼应 深度默契 就如同两个烛光 在黑夜中跳动一般的陪伴 所以我看到那句话特别感动 说怕他怎么样 怕他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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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别人伤害他 怕别人误会他 怕公司虐待他 怕老头没有给他机会 怕很多东西 但其实那些怕背后是一种珍惜 我感谢你珍惜 我也很珍惜你们 其实公司也很珍惜大家 有时候可能确实我们在一些细节上 处理不到位 但是我必须想借今天这个机会 必须要给大家解释一些事情 其实从过年那一段时间 我当时请了一个比较长的奖 希望陪家人去逛 我正月初五初六还播了 但是我本来一到云南 当时我们正好发了一个视频 其实那个视频只是一个单纯的产品视频 至少产品经理是这么声称的 然后当时也都在放假 大家都没看 它不是一个新年总结视频 后来他们向我解释的说确实不是 因为如果说回忆过去一年 我们的成功的话 其实我直到现在都坚定的认为 我们成功最大的因素是运气 是屏幕另一端的你们 不可多得的爱给我们度了精神 才让我们落到大方 所以总结我们自己经营的有多么好 我觉得它不是主要原因 也不是东宇辉 不是东宇辉 可能会有别人 其实主要是观众们抬举 然后愿意给那个机会而已 当时可能就引起了一些误解 然后再后来那两天可能 就是误解加误解 没有来得及向大家解释 因为当时也在放假 为了让大家理解 我在云南陪家人度假的时候 也出现在了这个镜头前 当时我们看世界的转行 其实无非就是想让你知道 我们都一直很好 就如同你希望的那样 我们都一直很好 然后最近几天也因为其他的事 大家可能又在关注 我看了一些 我其实大部分时间里头 是不太关注那些的 因为我不想把自己活在网上 所以大家发现直到现在 我抖音里头没有见粉丝群 我也很少跟大家去 进行大量的这种沟通 因为我特别害怕 你会把时间过多的浪费在我身上 我不重要 你身边的人更重要 网络是虚拟的 线下的人更真实 你身边的事情也更重要 最近可能有很多的讨论 然后我妈说让我看一下 我家人也都希望 我能够在这个关键的环节点上 能够有所担当 所以我要给大家说一些事情 比如说第一个 大家很担心这个东西会不会 这个比如说 没有拿到他该有的这个收入 坦诚来说已经有 而且很好了 从六月多开始 于老师当时就跟孙老师 跟我聊过了 而且他们说这个 现在给我的薪酬 我觉得非常高了 而且是一个在集团内 都是一个高管级别的这个待遇了 我感到非常的满足 而且坦诚来说 我自己也不是把所有精力 都会放在这些事情 我觉得它不是最重要的 我很年轻 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我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对于物质的追求 其实没有尽头 你想要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更多 所以最后陷入一个 无尽的循环之中 你会因此痛苦 你会得知我性 然后你失之我命 我想给大家讲的是什么 就是用一个平常心去看待 但前提是公司已经给了非常好的待遇了 包括大家所担心的 有没有老头承诺给东野会发一股 有没有反发了 而且不止一股 还挺多的 但是具体我不能说 因为这个是全部是有公司要求的 它要求是保密的 肯定不会那么糟 不会有大家想象那么长 新东方30年了 跟我93年一样 同年 到现在他能够坚守这么多年 一定是因为他尊重了一些 最起码的 最基本的市场的原则 所以还请大家一定放心 我本来其实不想讨论这些 因为我觉得我是个老师 我总觉得我个老师 我平常说这些 我显得很熟悉 但是我并不想因此 给其他人造成过多的困扰 不只是我们公司 现在每一个主播 大家其实完全能够了 当然你说 那东西会那用的 皮带用了四五年了 他都没钱买 他不是没钱买 他就是觉得没必要 包括我现在穿的衣服 仍然就一两百块衣服 我只是觉得这也没有必要而已 我觉得他应该用在 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而不是这些 我不认同这些 不是没钱 是真的有钱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跟前段时间 可能有一个视频 我当时都没注意 是最近几天呢 聊得多了 我才回忆到这个事情 就是当时发那个产品视频 大家说 这个是不是公司在去 东西会话 我 我说不是啊 不是他别误会 可能你就是 太关心我 你太在意我了 所以你总害怕他们欺负我 第一个他们不会 第二个 有你们这么 坚定的爱 他们也不敢 那个视频可能只是他在想聊产品 而且他可能不代表公司 被意思 他是一个产品经理 做的一个视频 可能是在那个观念呢 时间点上被大家解读成了 对 过去年的回顾 没有 然后呢 那为什么把东宇辉 牛排上的头像给取了 这个事情其实很早 东方小孙女子跟我聊说 宇辉那个牛排上印着你的头像 然后他说 他有一天看到别人 就用完了 我吃完了 我就肯定扔了吧 上面印着你的头像 扔到垃圾堆里 那颗他很难受 还有呢 就是因为好几次外部的事情 大家批评 漫天而来的时候 如果上面印着你的头像 那一旦你有排出任何问题 你就得骂 我挨了很多的忙 而且我有点害怕 所以其实出于这种保护的作用 当然可能也会引起大家的一些误会 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给大家解释 澄清一下 本意都是好的 所以请大家还务必不担心我 好吗 如果说 大家最后从一开始欣赏这个直播间的诗词歌赋 人生哲理 然后天体行星 花鸟鱼虫 最后全部变成了在争执 是不是虐待懂语会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我让大家误入歧途了 我特别担心这一点 我希望如果你给你的孩子讲起来的时候 你就给他讲 只要你坚持正确的价值观 然后做该做的事情 只要你终身学习 然后善良谦逊 只要你能够心怀他人 同时笃定的做自己 你能够在顺境中善待别人 意中善待自己 你能够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对别人的批评和夸奖 都能够云淡风轻的担人处置 你能够持续这样的成长 做一个内心满足 坚定和幸福的人 你其实就是一个好孩子 你长大会成为一个好公民 你有孩子你会成为一个好父亲 你有孙子你会成为好的爷爷奶奶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这样 其实可能这就是我们想象中的 美好的完美的世界了 我希望能给孩子传递的是这些 所以前几天我也给大家说 千万不要在金融前给孩子说 你看读书 读书就能当网红 第一我不觉得我是网红 第二个读书的意义 不是成为我这样的浅薄之人 有更大学问的人 大家经常能看到 于老师带他们的朋友来 所以我希望我只是 让大家关注向善 多读书 形成良好生活习惯 取得更高层次的共情和理解的一个人 而不是希望 而不是变成一个消耗你们心智 让你们每天痛苦 担忧 难以抉择 甚至牵肠挂肚的一个人 绝非我本意 我之前在直播间说的很多话 其实都是体现了这种想法 我那天卖苹果的时候 我说这个 西北的荒漠长不出花朵 但是你灵魂高贵 所以所行之处背后皆掌满玫瑰 那是我渴望我活成的样子 能够露到大方走在光里 那也是我特别希望我们能一起变成的样子 好吗 然后 大家平常这个 每次一看冬云会受委屈了 冬云会是个薄理性 他就容易受委屈 每天在进楼前都在丧的样子 让大家总是担心 他很担心 他身体有问题 他工作状态有问题 他收入稳 其实挺好的 然后大家一担心一召集呢 就找小孙 找老鱼 对吧 找他们诉苦 给冬云会 要求这个 要求那个 我感受到你们的爱了 但是 他 他也需要关心 不能老骂他 牛儿也骂一骂我 换着骂 换着骂就好了 然后呢 最近可能也有一些 一些人可能是被误会的带了节奏 因为 我们过去一年的成功 有多少人祝福 可能就会多少嫉妒和眼红 坦诚来说 这个很正常 大家可能就会无意间 受到一些 别有用心的引导 然后呢 说东西会离职 没有离职 没有离职 这不是还拉墨着呢 不会 我如果要离职 我会跟你说的 我如果没有说就没有 所有的消息 请大家以从我最内说出来为准 任何打着我的旗号 在网上传播消息 都是假的 而且甚至 为了避免我或者 我的任何事情给大家造成过多困扰 我身边的 亲戚 朋友 家人 尤其是家人 他们全部在网上 其实都是隐形人 我不希望给大家造成过多的困扰 和浪费你的时间 好吗 我希望 任何时候你提到东西会 都是会面带微笑的想起我 我希望认识我 认识东方真选 认识这个直播经理每一个人 对你来说是人生中的一大信誓 你都如何回忆我 带着笑 或是很沉默 就是那个意思 所以不用担心 这不今天评估区都报道了吗 大家担心 我女婿落不了户怎么办 我女婿买不起房怎么办 能买得起 过了一年就行了 好吧 我女婿都没钱吃饭 有 她就是自己起床懒 我女婿 你女婿挺好的 别担心 给你女婿点时间 你女婿从去年到现在才 八个月 还没有到一年 她用一年时间 然后你想让她把所有东西都实现 心愿是好的 但是你得尊重这个事情的规律 一定会有的 好不好 别急 给大家推荐一个糕点 这个是黑芝麻芡石糕 它的配料就是糯米 黑芝麻 然后麦芽糖浆 芡石 海藻糖 植物油和水 非常的干净 这个配料 没有其他的防腐 也没有添加 需要彭自己拍 别担心 你女婿挺好的 不用开 不用开 我知道你是希望我好 所以我知道 我一直都知道 所以我直播间里经常说很多 特别多感谢你的话 我也确实挺好的 请你务必不担心 好吗 下次如果你特别的担心我 或者你焦虑的话 你可以问我 坦诚来说 我从去年六月到现在 我觉得我的工作体验 是越来越好的 我的生活状态 也越来越好 现实中的很多后顾 之游其实已经没了 对吧 可能唯一现在让我痛苦的 经常有时候就是身体的问题 所以比如说 我过年 我说我想多休几天 东方小孙也让我多休了 对吧 然后呢 你看我现在直播时间 都变成两小时了 其实相比之前都好很多了 但坦诚来说 六七月那段时间 超长的负荷和过于紧张的这种 也确实带来一些身体上的痛苦 所以有的时候播的少了 还请您一定理解 不是说故意的 灯会飘了 灯会上大牌了 没有 前两天 这个余老师还请我专门 我们俩再吃了一次饭 去了余老师家里吃了一次饭 然后我就聊了很多 聊了一下 就是接下来我们能够 从哪些方面 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去年的半年 让大家的镜头前 通过卖菜卖书 对吧 讲一些文学作品 讲一些故事 讲一些农产品 背后的人文 风土人情这些东西 让大家记住了我 认识了我 我们今年呢 也会想要去走访 更多的原产地 甚至是一些这个 非常有底蕴的一些城市 然后拓宽大家生活丰富的程度 其实能做的事情还挺多呢 当然如果我要是狭隘的 永远在想着 自从我火爆之后 我给公司带来了 多少的现金收入 我让公司的 运行状态好了多少倍 如果我一直想这些的话 那我就会掉到钱眼里 给多钱我都会觉得不够 而且我会越来越开始痛苦 在这个痛苦中 我就会逐渐迷失自我 我就会有一天变成 我自己所讨厌的样子 你不想让我那样对吗 我也不想 所以 对于物质的追求 合理就行 而且我现在已经拿到了 完全超越我期待的 很好的一件 别担心好吗 我觉得我已经长大了 这个右下角需要碰自己拍 刚才突然来的这个钢琴声音 很动人 把我都差点感动哭了 我其实今天想了很久怎么说 但是我发现我在说的时候 还是有一些思维混乱 就像给一个女孩表白一样的紧张 语无伦次 但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表达清楚了 就是第一个充分的感谢 每一个人对我 对我们的关注厚爱 大家停留点赞 甚至有的时候看着都没完成业绩 疯狂下单 我知道了 其实都知道 我不说是因为我不鼓励这些行为 我不想让你这样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美好的经历 一起点击点赞 冲击一个数字 一起考试答题 装模作样的乐在其中 孩子一放学 下着雨 拉着孩子就往家跑 两人一碗吃完泡面开始答题 你敢信 去抖音上答题 考试 然后我们一起还去天南海北 看祖国大好河山 陕北的窑洞 贵州的苗寨 海南的沙滩 我们去过很多地方 有很多共同的美好会议 当然呢 其实我去年六七月的直播间 当时说的话很多 后来不敢说了 因为后来还怕顺德华一直按摩 就是说 其实一个公司的初心 决定了公司走多远 一个个人的初心 决定了个人走多远 真正能够让你走得又长远 又稳健的 不是运气 甚至都不是知识 是价值观 价值观很多时候 跟现实生活是冲突的 甚至跟很多你面临的局面和困境 都是彼此对抗的 你能够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中 仍然保持痛荡的精心 然后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这一点很难 我试了 确实很难 因为我一直在坚持 这个与我来说是最快乐的 你希望我快乐对吗 我也希望你能快乐 就是简简单单的看一些直播 需要的自己就买 然后呢 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 有一个正常的 全面的理性的健康的认知 终身成长 始终阅读 陪伴孩子 回归家庭 健康饮食 心胸宽广 善良笃定 我觉得有很多美好的词 如果我这样说 我可以一直说下去 其实就是想 把世界上美好的东西 全部都给你 伴随着这个钢琴生 余老师已经来了 就是这么寸 接下来大家在评论区 欢迎王迪老师 来了是吧 来了 从6月到现在 我在直播间里 其实哭过一次 我那次哭就是说 希望新的风好了之后 把以前离开我们的同事们 都接回来 现在几乎 每一周都以前的老同事们 回来 所以我得偿所愿了 我应该开心 还有一次是 今年11的时候 11放假之前 那段时间都会不整理挨骂呢 大家知道 铺天盖地 骂得我真的都快昏迷了 但是镜头前 还得给你吸皮笑脸 因为我不想影响你 就是在新的风当老师 大家都有个自觉 就是不管你在教室面 有多大的事情 你走进教室那一刻 仍然是 积极向上的 这个老师的状态 然后当时11我 结束了整个行程 其实本来是去福建 结果之后是从杭州飞回来的 我记得我从杭州机上起飞 的时候外面 瓢泼打雨 飞机的翅膀 湿漉漉的 像一个水里 刚捞出来的鱼一样 然后当时坐在那个 嘈杂的这个机舱里头 我戴着帽子 帽样压得很低 戴着口罩 还戴着墨镜 天都黑了 看书发现看不清 然后把那个沾下去 再看书 然后我那飞机还没有起飞 等待起飞的时候 打开了手机 然后看抖音下面评论区那一条 就是说 怕你不火 才花埋没 又怕你太火 木秀雨林 认识你之后 我才知道了 这世间有 除了亲情 爱情和友情以外 第四种 简单而纯粹的情感 那就是 单纯的 希望 一个人能够好 我当时就没忍住 就泪流满面 就跟外面的那个 下的大雨一样 那个大雨淋湿的 飞机的翅膀 然后就拿着 电脑拿出来 想写一下 不行写不了 越写越苦 越写越苦 就从杭州一直起飞到北京落地 因为旁边还有陪我一起去的同事 他就看着我哭了一路 从那一天之后 我就变了个样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 说成长不是你嚎啕大哭的那一碗 是你忍住不哭的那一碗 所以后来我更多时候就嬉皮笑脸 我不是这个麻木不仁 也不是说恬不知耻的 不是 而是我知道不管面临多大的困难 你都在身边 厚爱加深 犹如身披铠甲 犹如手之力剑 将军赶路 不追野兔 如果你留恋这世间的花花草草 你就会找到一万个 驻租停留的借口 但 你头脑清醒 一直坚定 四肢有力 你知道你要前往何方 所以请你一路前行 批行待跃 手之力剑 便不再惧怕人间的任何黑暗 你就是力剑 感谢大家 于老师快来了 语文区 我们欢迎王迪老师 别担心了 好不好 以后你再担心 你跟我说 给给我一张纸 谢谢 如果说从去年到今年 有什么 还想实现的愿望没 那就是有的话可以说得更早一些 有的事可以做得更早一些 生怕你多担心 有想实现的事情没有 比如说我从去年收了一个英雄母亲给我寄来的做的衣服 我到现在都没见到他 我还挺想见他 比如那次我晚上在直播一个 姑姑带着自己的那个叫啥 那个叫外甥女 孩子七八岁 我当时给他讲过 他应该有非常严重的疾病 做过开毒手术 等我让送出去 而送吃的出去给他的时候 那孩子已经离开 先走了 我应该那天早点让送点东西出去 就是有很多这样小的事情 他会不断提醒我 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也不断的在提醒我 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些更重要 不是吗 大家不用担心 等于会有钱 花不完 天天吃坚果 我天哪 都不用套钱 但是这个从来不是重点 这就为啥我很少提到他 可能是富庸凤雅 时间久了 总自虚为一个文人 有一句话 大家可能都听过说 三千年 都史 无外乎共鸣利禄 九万里 悟到最终 十个田园 好像我们 这句话 说的很 让很多人触动 好像 最终那些 饱渡师叔的人 全部都是只担心 个人命运 变成的 盈盈狗狗之人 不是的 三千年 都史 可能也会让一个人 变成厚重 苍凉 但是善良且坚定的人 我觉得 除了那些公民力度之外 一定也有文人风骨 我自己不喜欢这些 我也不在意这些 所以我总是不想说 我觉得不重要 所以你可以理解 人会是个傻子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等你以后有媳妇 你就知道钱有多重要 等你以后 有娃娃上学 你就知道哪些多重要 会有的 而且已经给了 不少 真的不少 别担心 好不好 我希望我能 我总是用一个老师的标准 要求自己 我希望能给孩子带来是正向的一些价值观引导 不是张口闭口 就是钱 我不希望我是一个 为流量 为利益 为导向的一个网红 如果我把大家给我这么多的关注和偏爱 用来做那些事情 那会让我非常痛苦 因为那违背了我的价值观 游老师来了 王大少 你好你好 请坐 请坐 久仰久仰 我们只是在远远的视频上看到你 现在终于开到真身了 很开心 您先带给那个麦 对 王老师非常热情 数据也很大 真的 对 这个 年纪大了 这个王帝老师专门给你签字版 已经签好了 签好了 还可以啊 这就已经拒绝了我一会儿提前溜走了 每次我提前溜走都要出去签 我倒一杯白水 我喝茶了睡不着 雨晖是不是也不喝茶了 我不喝 我昨晚没睡着 对 这个树已经摆在这了 边上可以放 这么高 您做注意 如果您先高的话 我可以放一下 你们怎么高合适 雨晖一般都是站着 高点就是能洗 镜头能给您全一点 你站着 对 你可以自己想 这样我状态好一些 好好好 让你显得高大一点 我们一般对教授都比较尊重 那我应该这样 尽管内心也有很多意见 但是一般表面都做得挺好 你们做这么矮 我就说下去了 不要不要 最后咱三个就蹲到地上 躺平 然后把这个采访给讲了 对对对 然后你们就走 我就在下面躺着 听着说我卖了多少书 我们俩躺这层 你躺在下面那一层 终于卖出一本 卖出两本 哎呀 不希望 我们不是说先传畅销书 但是呢 我们认为你这些书都具备畅销书的潜质 对 谢谢 但是你们能带来老百姓 平台的巨大 老百姓能带来对自己的自信 雨晖真的是 太厉害了 才三十岁 我能没 我才三十岁 雨晖下面这是你的市场 因为刚才跟王丽老师聊了一个小时五十分钟 他在讲话我都想吐了 你知道吗 雨老师把想问的问完了 不是 主要是我这些想法 这个雨老师不同意 我同意 没有 刚才的 刚才王丽老师 看似三言两语 茶还是白水 茶那容易睡不着 对 我现在 但是这是我们卖的最好的茶 一会儿就带一些 送我一包 给你带一盒 给你带一盒回去 带两盒就行 刚才王老师 这个三言两语 简单的调侃 其实让我放下了 内心的负担 王老师刚刚说了 卖一本两本都行 我有负担 面对你 我有负担 不会 你下面有那么多粉丝 您是大学问 然后呢 今天对他好点 他的粉丝就会再样 没事的 绝对好 对 张母娘就想让女生开心 就这个意思 当然呢 今天我们直播间 肯定最后也会超越您的期待 虽然我经常在这儿说 开玩笑说张母娘 这其实我跟他们套近乎 因为在我们直播间里 真的是有很多特别爱读书的人 您刚说是 宇慧能力 跟宇慧一定完全关系没有 就是 他们这样去 这个国家爱读书的人 本来就有很多 他们本来就爱读书 不是因为我才爱读书的 只不过是正好 我们直播间经常 余老师请朋友来 所以他们就在这买的多了 还有你的影响力 你能够号召这么多人 看你的直播 这个是我们做了一辈子的教授 达不到的 如果我想 如果有那么号召力 我喜欢 我们就有澳门大学的学生 都来听我的课 我们有这个能力 这需要放下面 你有这个能力 要不要 我们拼你到澳门大学来 哎呀 哎呀 这可以去 这可以去 澳门大学 不是 至少来给我们做个报告 是可以的吧 余老师答应了 对吧 余老师 你们两位 那我就得再拉一下 余老师的手 其他我做不了足 但是我们邀请你们 给我们学生讲讲 给我们学生讲讲 那咱们明天就走吧 今天晚上就走 好好 那我还得包鸡 我还从来没做过包鸡 我今天晚上走不了 叔还有基本 大家自己拍 我们还有正事要忙 非常开心 今天晚上来到这个直播间 前面是主镜头 您看前面主镜头 然后两边的是观众的提问 您看到哪个想问的 您可以想回答 您可以就回答就行 今天晚上非常开心 邀请的王迪老师来我们直播间 陆陆有为这一套书呢 其实从去年余老师就多次推荐 而且余老师当时就在我们几个沟通群里 余老师爱扫过好几次 说余晖一定读读这套书 写的很详实 很细致 然后呢 但是又有大量的实施这种的考证的支撑 所以很权威 很具有幸福力 关键他写老百姓自己的事情 这个就很重要 因为帝王江乡的历史 大家耳熟能详 但是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怎样的 他们在历史中起到什么作用 这就为什么我读了这套书 向你推荐 而且我 你一份钱没给我 我就自己又录短视频 又向雨晖推荐 下次要给钱了 我今天就可以给 不用再下去 没有 微信转转 对 微信转也可以 我们都欢迎 余老师 王老师说 你就不要连累过了吗 你还一直说那两次 一会扣分了 这是抖音 我们聊一聊这套书 它的名字叫做 陆陆有为 我们都熟悉一个词 叫做陆陆无为 好像一听到陆陆无为的时候 就会浮现出身边很多人的那种画面 甚至往往我们觉得自己是陆无为的 我们觉得自己人为言轻 觉得自己呢 没有建立巨大的工业 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天一样的运气 或者是没有建立那些 能够标榜史册的那种功绩 所以我们时常觉得自己不重要 为什么您会写陆陆有为 这四个字作为书面呢 我觉得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 其实特别重要 其实我们大部分普通人 是做日常的生活 我们早上取来去上班 干了一天的工作回来 照顾家庭 这个就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 我们把他们的家庭和谐 能够我们的老人有幸福的生活 能够我们哪一天买车 或者是转够了钱去买房 这个就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的 这个 所以说中国过去的那个成语 我觉得是反其道而行之 是陆陆无为 他叫你不做出个惊天动地的事业 我不非常的成功 我必须要像余老师那么成功 这个宇慧这么成功 董老师这么成功 那这个事 其实是不现实的 你看我做了一辈子的教授 我也只是在我的某一个方面 而且我经过了无数的努力挫折 这样做成的 那么每一个人如果是 我们能做好自己的 做好了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陆陆有为 这个一定要认识自己的价值 不一定要做大事业 做大事业的是极少的一部分人 而且我们绝大部分的人 就是这样平稳的 安稳的 这样去过一生 而且健康的 如果是最好的 去健康的 这样过一生 不管是70岁也好 80岁也好 90岁也好 如果活到100岁 那是最成功的 这样我们就是陆陆有为 好 我同意你的观点 首先王丽老师 但是我要纠正你一下 你把我跟与辉 归到了所谓的 就是成功人士 和这个重要人物的行李 这个我们认为 这是有问题的 应该把我去掉 我们都是老百姓 从普通老百姓家庭出生 从普通老百姓家庭成长 只不过我们就是 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 都做了一点事情 但是也是做了 普通老百姓的事情 余老师从农村来的 对不对 对对 当然 余晖是不是 我们都是18岁在农村长的 对呀 能够现在影响这么多人 做好京东方这个企业 而且在转折时期 能成功转折 余晖能够影响 这个上百万三千万的人 这个还不成功 但是我们还是普通老百姓 如果你认为 我们不是普通老百姓 今天现在我就让你走 因为我们今天 谈的是普通老百姓 所以 我觉得你不是普通老百姓 你把我们区别的 你把自己说成普通老百姓 我们不是 那我们不是一类人 你走吧 其实你说的 真的有道理 就是说你说的 我觉得是普通老百姓 你说的是 这个一部分是有权力的人 一部分普通老百姓 但是呢 其实你有在事业上的成功 我觉得应该是 对 每一个人都是普通老百姓 只不过是分工不同 尤其在现代社会 有人可能有机缘巧合 都做的事情 尤其现在互联网时代 比如说宇辉 他可以影响这么多人 都卖这么多农产品 是吧 我能找到你来对台 并且几百万人 能够有的时候上来看看 我觉得这很重要 但是他是分工 他不是社会地位不同 我觉得在现代社会中间 就算是 古代的帝王将相 到了今天社会 其实也应该 以普通老百姓的身份 来为普通老百姓服务 对 还有一点 分工不同 对 而且大家 不管你地位有多高 或者事业有多成功 其实大家的权力 义务是一样的 是的 甚至一定是 责任越大 责任越大 这个叫什么 越成功 因为越高 责任越大 责任越大 而且你事业越成功 你看余老师 做很多慈善的工作 八万套左右 捐给小学 乡村小学 得到的越多 贡献越多 贡献越大 而且利用你的影响 去给社会 做出更大的贡献 但是如果我 只有那么大的贡献 我就只把我的 课交好 对我的学生 负责 你就是对我们的 这个听众 这个负责 其实我们就做到了 几次 做到了最好了 就是蜘蛛侠里头 有一句话 叫做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责任越大 能力越大 刚才 王老师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回答 其实挺让我动容的 因为我 我以前是一个老师 你也是老师 于老师也是老师 我们在聊到 这一类话题的时候 不自觉的就会把目光头像 常常坐在你面前 那些眼睛里 充满了可爱的孩子 一代人成长中 所读的书和所听的故事 会塑造他的价值观 我们总是喜欢听那些 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一鸣惊人的事情 所以总是教孩子 要如何的出人头地 要平不清云 但其实自会 你发现那只是 极少数人的幸运而已 大部分人 其实是默默无问的 但我们从来没有教孩子 在你不得知的时候 怎么样做一个 平安的 幸福的 快乐的一个普通人 所以导致他们内心 总是很痛苦 即使说物质条件 已经持续地改善 但他们任何痛苦 因为你给他定的目标 从来不是做一个 普通快乐的人 所以我刚写这个 第一 我已经卖4000本 这么快 所以刚给他写第一句话 就是我们总是让孩子 成为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任务 却很少教会孩子 做一个幸福乐观的普通人 都想要一名精人 但你得知道 大部分其实是默默无闻 其实我觉得 首先应该接受默默无闻 但是落落有闻 就这两个 对 就是说 即使做非常平常的事情 也可以做得好 你的工作 日常的工作 你哪怕是个服务员 你比如说我打扫 打扫这个楼 我打扫得干净 这个也是我的成功 我为大家的企业服务 也是我的成功 没有小舞台 只有小演员 就是 其实也可以做好你的本质工作 当然 其实我也不主张躺平 然后我就这辈子 就这样了 那么你就经过自己努力 就是刚才 其实我也给余老师讲过 你经过努力 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但是我这辈子努力了 我已经努过力了 而且我努力了 甚至我刚才提到 如果努力我很多工作 很多份工作 我还养不合我的家 那么就是要考虑 社会怎样尽到自己的责任 这个就说明要改变了 那么这个就是说 我认可自己 我可能很穷 我可能每天工作很辛苦 但是你的享受的权利 应该是一样的 而且你的人格和尊业 应该得到尊重的 这个是我觉得特别重要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社会 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 就是在如何不同工种 不同生活方式 不同工作方式的前提之下 人与人之间能够平等相待 并且在确保 就是互相之间 对对方的尊重 保持对方的互相之间的 人格尊重和尊严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顺便插一下 刚才看到不少网友在问 张母娘很多都在关心 与辉的奖金 大家不用太担心 如果与辉奖金不够的话 我会把我的奖金分给她的 不用太担心 那不行 你倒是奖金没多少钱 我微信给你转一点 微信你用钱那里转一点 我很紧张 我也不知道这个句话咋接 王老师你 这个是读音平台 王老师本身就没奖金 所以你就不要太大的期待 那我就不电击 他是年薪制 你知道吗 大学教授年薪制 是没奖金的 没有多一分钱 你的工资是多少就多少 让人绝望的办法 让人绝望的回答 就是于辉没有奖金 更绝望的就是于老师 我把我的奖金给你 这个我也没奖金 对 而且于老师在新东方 他的这个 白马得是他 白黑锅得是他 新东方当然进行不上了 最后全都是他的责任 我不想成为他这样 我想快乐一些 所以其实我用心态 但是我把我卖菜的工作做好 就符合了您这个书的标题 对啊 确实是这样 我们一定要看重自己 现在所做的工作 因为说实话 这个世界是万 这个大全世界 如果人人都要去追踪一个目的 那是不现实的 社会各种 各种 可以有各种工作 也可以有各种生活态度 我就 比如像成都人 我就愿意做去喝茶一天 喝茶聊天 有的人呢 我就有更大的目标追求 我现在有一套一的房子 我想追求一套三的房子 我那个国人 这个想法 我觉得都要尊重 正常追求很尊重 都要尊重 就是他只要不是偷来的 抢来的 就是 他愿意就说怎么消费 怎么样安排自己的生活 他只要安排的生活 做出的行为 并没有造成对别人的 物质上的伤害 那就他就是正常的 为什么要加物质两个字呢 因为有的时候 心理伤害 有的时候 他确实会有 是吧 比如说 你当了部长 结果我还是个科长 我们都是同龄人 那我确实心理上会不舒服 我觉得能力也不必定差 有的时候 是吧 也许你更加灵活一点 更加怎样一点 但是不管怎样 这个 但是呢 这件事情 它本身就是一个事实 就像同学之间 有的人最后做生意发财了 有的人最后 他确实没有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只要是正常得来的 不正常得来的 当然应该就是 看看是不是违法 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我觉得正常得来的 最应该会尊重 是吧 而且我努力了 社会中间才有一个 互相尊重 大家用正当的手段 去为自己生活更好 而努力的 这样的一个 是 一个 一个 一个氛围 对啊 社会其实就是这样 大家不断地努力发展起来的 而且是尊重 个人的选择 那你 我问你一下 为什么你 你对微观历史 就是老百姓为中国发展 做出的贡献 以及老百姓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间 这种过程 为什么是那么感兴趣 因为你这时候是这样研究宏观历史的 是啊 我就是因为 读落我们的历史以后 我觉得 从24世开始 然后甚至到 现在21世纪 很多的历史 其实都是以帝王为中意 而且是朝代 你看从中学开始就被朝代 好像这个历史就是他们 他们创造出来的 他们创造了历史 我经过 其实我是 我在这个1980年代就开始研究历史 长期的思考过程 我就在说 我们历史上在绝大多数的普通人 在哪里去了 看不到他们的生活 看不到他们的思想 看不到他们的经历 看不到他们的故事 那么我就开始去研究 当我要从事研究的时候 那么我就发现 其实这个普通人是在历史被埋没了 而不是他们对历史没有贡献 他们在历史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因为他们就是我们创造历史的动力 所以毛泽东说的那个太对了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但是我们在写历史的时候 就完全忽视了这样一种历史事实 这个是历史事实 你看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喷条 就举个点单的例子 是谁创造的 我们的喷条这样严肃下来 这个陆陆有为里面写的 专门写了医师助行 我们的房子的建筑 你不会说喷条是四串人创造的吧 不是 其实我们有什么八大菜系 其实我也喜欢吃粤菜 对吧 我也喜欢吃这个 这个其他的菜系的这个菜 这个 这个都是普通人创造的 我们生产力 粮食产量的提高 新的着物的引进 我们的各种工艺 石绸 严谨 我今天我们才提到 四大发明 四大发明 这些都不是普通人创造的吗 但是为什么 他们都消失了 造纸 这个对文明极大的贡献 但是 为什么我们历史不写它 怎样出来的 对 其实刚才王老师提到这个细节 就是我们以烹饪烹调为例 都喜欢吃火锅 但实际上大家知道 火锅最早 比如你去重新吃那九宫阁 为什么会有九宫阁 就是当时在码头上工作的工人 对 他们来着急 又没有办法去完整的 体面的吃一顿饭 就是那个锅围整 一人一个小格 你把你的菜 涮在你的格子里吃完 你立马就走 去劳动了 下一个人来 接着那个格子 继续煮自己的菜 所以九宫阁 最早是帮大家把菜分开 还有 就是这种码头的文化 就是可能剩下的一些边角料 但是迅速加热 做熟之后 也有着非常让人 爽口的这种口感 所以火锅因此流行 对 而且重庆啊 这些潮湿的时候 你吃了这个 你看码头工人 他经常接住水啊 那些 他吃了这些烂的东西 他就暖和 对 这样慢慢就发生起来了 所以我们的心头之爱 可能就是普通人生活中的 无意之举 就这个意思 那刚才余老师提到了 这个时候 您替这个写普通人的故事 其中提到了衣食住行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余老师刚提到 您早期写的是宏观式 对 有没有什么一个契机 那一刻你突然觉得 有没有什么一个故事 就那天是什么情况 你突然就想写普通人的故事 其实啊 这个史学观是一个比较长的 不是说我睡掉 突然我睡在床上 突然想到 我要改变 从帝王室观到普通人 其实是一个长期过程 我觉得这个长期过程 经过了1980年代 我写跨出封闭的世界 当时 接触了成都的日常生活 就这么一点 两三页 三四页 到了美国以后 后来在读博士的时候 开始写博士论文的时候 开始写街头文化 街头文化实际上 就开始写普通人 就不是写政府 也不是写政治 就是日常生活 然后怎样在街头上庆祝 这样不断的一种坍缩 因为写普通人 其实也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那种传统的历史资料 不记载 那么你要去从文学 从档案 去实地考察 去做田野调查 这样一个综合的 而且收到这些资料 还有个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因为这些记载文 之所以记载的 其实好多都是所谓精英 官方记载的 对 其实好多是扭曲的 我找了一个份资料 档案资料 我就说 这个就是普通人 其实这个普通人 很多是经过了筛选 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这样一个长期的摸索 思考 还有就是阅读一些经典的 这种维观史的著作 这样一个过程 而不是说一个 我真的是想不到一个 突然的 突然的关节点 但是我写 刨哥那本书 我是记得有个关节点的 当时是2014年 其实刨哥 我在陆陆有为里面也写了 在这两本书里面 其实都有涉及到 都涉及到了 专门一本刨哥的书 对 专门一本刨哥的书 我是2014年 在上海这个华东四大 给他们讲 这个新文化史的课程 夏天我给他们上 那个讨论课 我就在读这个一个 川西乡村的一个 一个调查报告 燕京大学的一个本科生 的调查报告 我当读到 他父亲 刨哥的父亲 把他女儿 这个杀死 在那个众母睽睽之下 众母睽睽之下 把他杀死 的这个事件 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想 我一定要以这个家庭 写一本为官司 那个我是记得的 2014年的夏天 因为当时 我正在上课 给学生也读的 这些为官司的著作 但是这个契机 如果没有杀死 他女儿这个契机的话 我肯定 不会 想到要去 写一本为官司 其实这个过程 我 这个陆陆有为的 这个 第一个 这个前言里边 我也提到 为什么会发生 为什么把自己女儿 打死 为什么没有受到 法律的审判 他女儿 这么 也就是给他的 一个小裁缝 所谓有 这种传言 而且没有正式的情况下 一个父亲就狠心的 把他女儿杀死 等等这样一个 小事情 其实在乡村里边 发生的这种死刑 在民国 在清代 是非常普遍的 我就在思考 为什么会发生 动不动就把人 放到乡子里 给存到 河里去了 对啊 承坛嘛 上到竹笼里边 承坛这种戏象 在将来也有啊 对 就是我想 为什么在 古代的这种情况下 这种社会习俗 或者是社会上的 所谓的道德 礼仪的这种 极端的执行 它会超越于法律之上 或者说 是不是当时的法律 也是这么认为 这个就是 他就维护了 这种情况的发生 没有 其实到了 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已经是1940年代 1939年 1939年 已经有刑罚 而且刑罚是明确规定了 杀死自己的亲戚 亲人 是有惩罚的 而且有死刑惩罚的 但是问题是 他的父亲 伦明元 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这个就让我想起了 这种社会 当时中国社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就是说 一方面是法令在那里 但是在法令的执行过程中间 存在非常大的差距 其实这个也告诉我们 研究历史一定要注意 如果我们说 这个社会就这样 很多年以后 说你看看这个法令 已经规定了 但是法令规定了 但是在执行过程中间 差别是非常大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父亲杀死他的 这个女儿 当时在社会上 是被大家承认的 就是你可以执行私刑 而且执行私刑的这个例子 其实除了他杀死女儿 我还举了其他的例子 而且分析了当时 为什么法令没有执行 就是这个社会 经常是交给 其实相当程度上的自治 而且这样一个暴力集团 为什么我说乡村 在川西乡村的暴力秩序 这个暴力就是说 他一方面 这个群体是维持秩序的 但是一方面又是个暴力集团 而且政府 他认同这种地方的 这种自治状态 就是社团或者是刨戈 你作为一个地方的强权集团 政府我干涉不了你 其实政府也想去干涉 但是经过了很多努力 他放弃了 而扩展成为一个 对社会最有影响的一个集团 这个集团大到什么程度 就是在四川 成年男子的70% 都是这个集团的成员 可以说是从政府到警察到军队 都是这样一个集团 这个碌碌有为 其实三本书里面都涉及到刨戈的问题 所以其实刚才给大家聊的这本书 我在这儿寄了一句话 就是王老师刚提到 他突然想写一个这样历史的一个动机 我的感受 我透过层层的习惯和偏见 因为我们时常是带着旧的观念 去审视历史的 我透过层层的习惯和偏见 窥探到角落里历史的事实 因为传统意义上 你了解的史料本来就不真实 本来就片面 本来就是帝王的家世 所以你想要写的更加接地气 更加真实 就很难 需要你去避 而且光怪陆立的世界里充满着矛盾 我们无法理解那个年代 为什么会一个父亲出自自己的女儿 但是我们又肯定能够清楚了解 如果大家都像白鲁园这一类 能够记录几代人 几十年甚至成百年 社会整个结构变化 然后矛盾对立 甚至观念冲突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也就理解了 背后其实往往是纠缠的这些人性 以及复杂的现实 没有单纯的好坏 或者黑白定论 但是每当你回望这一段历史的时候 你就理解了 当时的人为什么是这样子 总结的太好了 比我表达的好的都 我就会干这点这种 雕虫小技 人家写是写不出来的 好继续问 那我就想接着刚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去分析这些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去了解我们的社会 其实我们今天到今天 并不是说一下子就走到了今天这个样子 我们的意识 住行法律社会信仰意识形态 其实都是长期这样形成的 如果我们要懂得今天 而且要展望未来的话 首先要了解我们过去 我们来自于哪里 我们的传统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你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都没办法和历史国列的 就是我们四川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 比如说这种特点 他们每个地区 这个你是江英 江英有什么地方的特点 它是陕西 也是陕西 陕西 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外表 高土 陕西人 那个山西陕西 对吧 黄土高原 对 它是由于生态 这些等等等等 这样文化传承下来了 对 影响了我们今天 所以我们这不是说无缘之本 或者这个 我们是来自于哪里 是受历史的影响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过去 这个是第一点 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 我是所以研究普通人 我就想要改变我们的地瓦事关 我叫日常史冠 日常史冠 就是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 就是我们在历史上留下的东西 虽然我们一个人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你想千千万万个人 我们创造的东西 应该被我们的后代所看到 不是那些帝王 或者英雄创造的 而是我们每一个辛勤劳作的人 我们辛辛苦苦工作 一代有一代 而且是非常长远的几千年的历史 这样逐步积累下来的 那么这样一个应该在历史被写 我们天天就帝王 甚至他的一平一笑 宫廷的内斗 而且甚至这些帝王的文学作品 历史作品 好多是违反历史事实的 实际上很多是在为帝王唱战歌的 我就觉得我们现今的文明 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普通人的贡献 而不是帝王 所以这个转变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点 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我们历史 我们认为我们的陆路无为的生活 其实是陆路有为的 我们每天做的事情是对社会贡献的 做了很大的贡献 所以既然我们做了这么大的贡献 我们不应该认为 我们是卑微的 我们不应该 我们要有自尊 我们要有人格 我们要有义务 我们要有权利 我觉得这个要写出他们的历史 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的日常生活 其实很重要 而且我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们不要总是寄希望于大时代 波澜壮阔 其实大时代波澜壮阔 就是历史上记载的东西越多 就说明这种社会的变化与剧烈 但是我们社会发展到今天 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这种 这种剧烈的社会变化 而是希望平稳 平稳的 不断的 经济向前推进 平稳的 文化平稳的 教育平稳的 而不是一个大起大落 突然又发生什么事情 实际上波澜壮阔的大历史 不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所期望的 而且我们期望的是 我能展望我十年以后 我能展望我二十年以后 我的家庭 回到我们这个城市 回到我们这个国家 越来越好 这个就是 我觉得日常生活 日常史观所能告诉我们的 如果在历史上记载的大时间越多 你想 多少书写第一次世界大战 多少书写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个都是人类的大灾难 如果我们生活 如果在我们是有生之年 不管我们活七十岁八十岁 一百岁 如果历史上没有什么东西可记载 那说实话 我感觉这个是我们的福气 就进入了老子所说的无微社会 无微真的是无微 这没什么大事 但是老百姓过得幸福安宁的生活 对 历史上可能最能体现这段的 就是汉 西汉刚建国的那几十年 文景之志 文景之志 大家会发现你对汉文帝 汉景帝 七十之至甚少 我们一提到汉武帝 远顿匈奴 对吧 天降神兵 十万铁骑 深入墨北 然后引马汉海 风浪继续 我们一讲那段历史 无限的激情慷慨 然后呢 甚至义愤填膺 但是如果 我之前其实在当老师 学生问过我 说老师你最想 如果是汉朝 你选 我当时回答他们的问题 我说我不想成为在汉武帝时代 因为我是个 从不就去当兵去了 是吧 我有去无回 那我媳妇还怎么办 我会选择在文景之志 无为而至的时候 就是守着自己墓地 然后孩子老婆热炕头这种 就平安喜乐地过这一生 是的 你想汉武帝的时候 其实他当皇帝的时候 其实相当 这个国库充益 但是经过了年年的远征 国库充益是他父亲和祖父 给他留下来的 对啊 这个就最后是 就是折腾啊 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 就是上面的帝王一折腾 下面老百姓的命运就被改变了 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老百姓他确实在某种意义上 没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那你觉得 那这种情况下老百姓 所谓的老百姓创造历史 这个利润他能成立吗 我说的创造历史 其实是两种 一种创造历史 就是刚才说的 通过战争 通过建国 建王朝 这个叫创造历史 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 有的创造历史 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人类的灾难 他也创造了历史 但是一种是建设 一种是破坏 我认为帝王 大多数帝王所做的事情 是对当时社会的破坏 而普通人创造历史 是通过我们每天 点点滴滴的生产 生活努力 是建设性的创造历史 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文明 但是每一次战争 我们都记得 每一次战争都会造成 这种文明的倒退 就是他冲发一怒 结果血流成河 原代的入侵 蒙古的入侵 文明的倒退 然后到了满清入关 另一次文明的倒退 但是当倒退了以后 经过了长期的努力 又慢慢进行 那可以这么说 就是老百姓 不快是哪个国家的 以中国为例 老百姓其实起到了 一种文化和文明的 不断的传承修复 甚至推进的作用 从整体中华文明的 发展来说 而所谓的帝王家乡 其实某种意义上 是对文明 常常有的时候 会带来负面 负面影响 短期是迂回的 长期是向前的 对啊 这种每一次的这种挫折 社会的破坏 然后又长期的最恢复 而且这些恢复 都是经过千千万万的人的 努力 生产恢复 结果来 后来又一次的大动荡 又下 所以说这个 这种大动荡 其实 都就是由于 这个帝王 他不甘心于这种日常 他想做出一个 我有个宏大的目标 我要去实现 但是呢 怎样去 让这个社会更平稳 怎样让老百姓 过很好的生活 我觉得如果中国历史上的这样的地方多一些的话 像文景自治你看 我们能觉得文景自治开源 甚至非常少啊 真的是非常少 而大多数是一种不断的动荡 老百姓流离失所 而且生活水平并没有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 生产的发展 而得到明显的提高 其实有可能是下降的 对啊 刚才王老师提到 比如说 一般在改造换代 战争剧烈的时候 可能他们 比如我举例子 在南宋 然后呢 金康祠期间 或者是文天祥那个时代 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可能没有开源年间 唐朝的老百姓生活 那其实会差很远 因为那个时候 技术对人类生活的提升是有限的 但是呢 和平年代对老百姓生活的安宁的提升 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对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 只要一出现战争 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就可以继续下降 对 而且大量的死亡 对 像太平年国几千万人的死亡 在中国历史上 你最喜欢哪个朝代 哪个朝代的哪个阶段甚至是 我们说实话 我还是喜欢当今 还是喜欢当今 由于受到这个科技的发展 互联网 我们的生活水平 大大提高 当然我们有很大的改进的空间 我不是生活在这个宋代 或者是唐代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定完医生命令 定完医生命令 我们就得 我们就得死 他一句话 王迪拿出去宰了 就宰了 你说是不是 生活在今天 我们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我们是有法律的 我们是有 这个一个理性的文明的社会 虽然 但是任何社会都有它的群现 其实这个社会对于普通老板上来说 自己的权益的保护已经比过去好太多了 那当然好太多了 现在你看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通过这个互联网了解很多知识 虽然也有一定的局限 但并不是任何事情都是有它的消极和这个积极的东西 但是今天的社会 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不完美的 而且 如果真的要说哪个朝的老百姓生活最好 生活水平最高 最稳定 我觉得还是改革开放以后 这个要实施求是 当今时代 当今这个时代 所以我还是愿意生活在当今的时代 如果没有当今时代 说是我这些书都没卖 写不出来的 对吧 还有这个直播间 哪里去呢 我都带着这些书到街上去卖 明天你就可以到街上去卖 没问题 对吧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 他们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这个各方面的这种变化 那并不说 我就很完美了 还是继续的 这个继续的 这个改静 我们可以做的更好 对 其实王老师刚说这一段 我是有感受的 就是 我经常给大家讲杜甫 杜甫那么大的才学 那么好的诗词 对吧 说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全是小金句 结果在他的时代 寄居长安十几年 一夜露露无尾 他也没有实现自己想的东西 你说他那么好的这个才华 没有用啊 但是 苏东坡也是啊 对啊 医生 对吧 颠沛流离 一直 流放 三肢被流放 但是讲到这两个人的时候 我恰恰想要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他们在生长的今天互联网时代 他们的诗歌瞬间传遍全中国 一下变成了王龙虹人 你觉得还会有杜甫和苏东坡 这么优秀的东西出现吗 所以说这个优秀看怎么说 因为时代在变化 今天的人无论如何写不出 杜甫 李白 李伯 这个阿苏东坡这样的诗了 他是当时的这种文化社会来孕育了他们 他们遭受的苦难 其实也给他们的提供了这样的思考 有一句话叫做国家不幸施假性 对 就是现实社会越痛苦 表达欲望越强烈 说的话人就越深刻 杜甫写给李白某 天某华李白某写的是 这个文章赠命答案 师妹写人过 文章写得好 你一辈子就得惨 越惨越有表达欲望 是有可能的 一旦日子过得好 但是如果让我写的 我宁可一辈子 碌碌无为 或者碌碌有为 但是不要让自己的一生命运太悲惨 对 其实于老师刚提到 因为人的 我再加一句 人的活着 并不是为了仅仅为这个世界提供 最优秀的 让你难以忘怀的 百年千年 还被人们迎送的文字 我觉得第一要是 首先是把自己活得好 活得幸福 对 其实于老师刚才讲的 补充的这些 恰好就是这个书里头的 我们三个刚才在这一块 所有发散的东西 其实都是王老师在书里头 已经覆盖过的 所以我们才在这 因为看过的书了 给您解释 都是书里头提到过的 就是不管你是选择 做一个痛苦的 清醒的责任 然后用你的笔杆 记录历史 表达内心深刻的 波澜壮阔的精神世界 还是说你就平安喜乐的 然后健康顺遂的 过好你这一生 短暂的一生 他都挺好 都是选择 只要你跟自己的 价值观和自己的内心 并行不备就行了 你不痛苦 你自洽 然后你生活依然自乐 状态好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可以当一个 实在痛苦的诗人 然后写下流传 标评实测的这些诗句 可以 你也可以选择当一个普通人 做好你一生 照顾好你的家人 然后让你每天充实有意义的 我觉得就是人生有过种选择 我们不一定要限定某一种 你可以活得很苦 但是你有某种目标 你可以去达到这个目标 也可能最后目标没有达到 但是有的人来说 我就感谢 我比较满足于我现在的状态 我想把我的小家庭 或者把我的小生活 过得很好 很充实 那这个过的选择 有的他就是每天去查管 我觉得也没什么可指责的 有的人他每天坐在那里聊天 因为你成都出来的 成都人民的普遍的幸福指数 好像要比中国的其他成熟 好像要高一点 好像跟查管系 有密切的关系 其实这个就是认可多元化 就是不一样 当然是湖广田四川 是的 就是多元化 就是不要把 过去实在 过去不是这样的 我讲在80年代 我还在成都的时候 当时就批判 我们就要批判 这个盆地意识 你看深圳 少不入川 对 这么发达 这么努力 我们成都如果不努力的话 我们就会被实在淘汰 那个时候批评很多的 打麻将 喝茶 都被批评的 现在来看 现在很少有人批评 现在来看 不努力就会跨了 而且就是打麻将 喝茶 跟经济发展并没有什么 必然的像矛盾的关系 你看成都的经济发展多好 对 现在发展是游业 对 休闲行业 就这样 就是不努力让你快乐 持续不努力让你持续快乐 对 所以你们年轻人 特别喜欢休假去成都 它就是好吃 好玩 好放松 对 就是一个城市也好 一个社会也好 永远各种选择 跟大家有这种 不同的生活方式 其实都是可以的 而不是强求于律 强求于律 就会出问题 这个实际上涉及到 经济也是这样 教育也是这样 你看教育多元化 各方面的这种 这种数字教育 通识教育 但是专业的教育 也是很需要的 对 对吧 就是这样 多元化 永远 各种不同的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写了不少书了 就是说 看你程度出来 也比较喜欢寻求 就是说稳定的 快乐的生活状态 那你生活中 有过人生 特别痛苦的时候 特别痛苦 特别痛苦 我想想 其实我觉得 就是 在农村和砖挖厂的时候 最早年的时候 就是青年的时候 因为我不知道 到底我以后会 会做啥 在农村里边 劳动的时候 我当时想 能够读大学 但是到了乡下以后 发现不可能 然后就进入到工厂 砖挖厂 去烧砖 那个时候也不知道 到底后来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 改革开放 高考恢复 这个是改变了我的人生 如果没有这个 我后来不是 我聊的时候也说过 我后来到了工会 就是我会画一点画 明白 就是有一点专长 其实当你机会来了 也可以改变你的人生 我就从那种 重体力劳动 然后到了工会 去画画宣传 画沙沙标语 所以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 那个时候转折 当时在章押厂 那个时候 我觉得 对我是个最困难的阶段 我的体力其实很差的 很大病一场 就是因为那个 重体力劳动受不了 其实我大概能理解 你所表达中意思 我们经常可能 我们这代年轻人 在长大过程中 8090后 80后还相对性点 到现在90后更突出了 比如说在大城市 你想定居 居高不下的房价问题 教育医疗的资源 紧张的问题 我们会在现实面提问前 就是经常困惑 一边吐槽着抱怨着 喊着躺平 但一方面心里 好像有时候又放不下 你又得不得不奋斗 所以我们就会羡慕 说羡慕上一代人 羡慕他们无忧无虑的青春 羡慕他们那些 轻车自行车 然后那些路边的白杨树 大家好像羡慕那些 无忧无虑的青春 但其实现在你回忆 那是痛苦的 在你看来是没有目标 对没有方向的 我们现在是方向太倾斜 目标太倾斜 实现不了痛苦 你们那会是看不到 不知道怎么做 痛苦不一样 其实也不 虽然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大家 这个看起来好一点 我们那个时候 生活这个确实很艰苦 但是呢 过有面临不同的问题 所以还是这样 就是说 当我们面临人生的选择的时候 我能说的就是 其实我自己也是 那么通过自己努力 就是不要躺平 我还是不赞成躺平的 说成都人 我们现在去喝茶 年轻人我们就放弃了 不要放弃 但是经过了努力 我们哪怕达不到目标 我觉得也是正常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 有的目标 他就是有的时候 对年轻人来说 真的是看上去 很痛苦的目标 对 比如说作为一个 普通的打工人 白领阶层 哪怕 就是哪怕拿到 二三十万一年 比如在北京 哪怕拿到五十万一年 这已经是很高的工资了 想定居也没门 你想买一个 在北京买一个两居时 都是一算 都是一辈子的事情差不多 是 对 那这种 他完全没有希望的努力 他还努力干什么呢 这个问题 我没办法回答 那这个时候是 老老师说我也没买呢 我都买不起北京的房子 说实在 真的是 王老师建议 咱够先换一个城市生活 那就会成都 我就是 成都现在房价也不低 房价也高了 那我就买郊区 比如说在北京 我就买仓品 我就买更远的 仓品也几万块钱一匹米 我就买熊安 每天上班 从前一天下午出发 到前早上到 确实是 真的是 但是呢 有的时候 正作为一个个体 我们真的没办法改变 当作为一个个体 没办法改变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 那如果这种问题太普遍了 我觉得 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应该社会思考了 政府该思考 为什么这么高的房价 和工资的这种水平 不相合 那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也不只 一天晚上去解决 但是既然成为一种问题 我们能不能长期解决 有一个计划 我觉得一个国家的 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让年轻人心中保有希望 那就是所有的物质的自动过分的压力 对年轻人就是上市信心的东西 国家确实就应该努力的想办法解决 所以国家其实现在努力 比如说房子 闲价等等 也在那里 但是呢 他确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命令着 因为当我们作为一个年轻人 我们看到奋斗十年 十五年 我们就能过一个美好生活的话 其实大部分人是愿意奋斗的 对 因为大家有这么一个量 我比如说22岁大学毕业 我来努力10年20年 艰苦一下 大家是愿意的 大家当看一个目标 比如说连个住的房子 他努力一辈子都达不到的时候 他我觉得他这个内心是 完全是有一种 那我还干他干嘛呢 他会采这种感觉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怎样有一种社会机制 是吧 我觉得甚至是保障机制 让他能够觉得人生就是有希望 就是愿意去努力 我觉得这个不是个人的解决的问题 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对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直播间里 讲这些东西说 有会 之前会有一些批评声音 他说你无非就是些心灵鸡汤 其实前两天有朋友 很严肃的问我这个问题 说东一回答说 你讲心灵鸡汤 你怎么看 我说如果你不相信 而且你从未把它应用于实践的话 它就是鸡汤 但是如果你真的把它应用于实际生活的 比如说你持续的去读书 丰富自己的认知 然后Fixshiver有句话叫做 内心能够怀有两种 完全截然相反的这种观念的人 才可能是拥有真正智慧的人 就是你认识到极黑和极白 你可能能选出你自己的选择 你认识到极善和极恶 你可能才知道什么是正常 你知道极对和极错 你可能才能知道什么叫合理 就是内心常常怀有两种极端认知的人 最终可能能做出一个相对符合自己 而且他要理解两种极端 对 他如果只是一个极端 他就一直在极端中 他永远不知道极白和极白的中间状态到底是什么 对 所以就是人必须为什么要多角度思考 多方面体会 要多阅读 多经历 多感受 甚至多争论 就是因为让你能够了解到两极以后 以及中间状态是怎么回事 对 我们就要知道这个人生其实有多种选择 对 不是说我定了这个目标 我达不到我就这个 我的人生就完蛋了 其实那么我们可以 可不可以修正 我们把目标定低一点 回忍是我转行干另外的事情 其实余老师已经做出表帅了 新东方我们培训 你不是说我搞学说不行 你培训搞得很好 但是现在这个环境不允许了 我们就搞东方证学 就搞议会 直播 就这样 但是绝大多数这种就放弃了 那我们这个我彻底完蛋了 那我们就放弃了 其实有的时候 当你这个思路改变了以后 你发现也是一种机会 其实我自己写历史也是这样 虽然我不说我写历史 就是为了多卖书 但是当我在过去 在写严肃的这个学术著作的时候 读者范围很窄的时候 当我感到 现在这个历史可以表达我的观点 可以和我的读者进行沟通交流的时候 我能不能改变一下我写书的形式 所以我现在感觉到你写书就是为了卖书了 原来写书是为了高尚的学术 这个高尚的现在变成 现在要余老师的这个支持 有了董老师这些支持 可以啊 我就可以写更多的书 下次也帮我买 但是不能质量越写越差 肯定也学也好 很多作者这个买书买多了以后 就开始随便写 你不能随便写 我的准则是我 这个是我自己内心 我觉得已经达到了我最高的水平 我才拿出来 如果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但是如果我尽了最大努力 还写的不够 其实也比我写的好的 现在其实大有人在 他们的书 哎呀我看了 这个书写的真好 我就去读 就去向他们学习 我在哪方面能够改 所以说你看 这个历史的维生 我读了多少书啊 其实有些是支持 但是有些是我想 别人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书 这个书是怎样写出来的 我就在不断的自己也在 也在转变 表达方式 写作方式 或者知识结构也是这样 因为一个人也不可能 是个全知全能 那么就要经过不断的努力 对我们以后选 比你写的更好的书啊 我追上了他们 以后我就再来找你 如果追不上我就算了 这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我们还是要回到 刚才的话题啊 就是比如说 外面也有不少人 把雨晖把我 当都是所谓 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为什么呢 都是农村出身 经过自己努力 而最后呢 取得了一个大的成就 我们也特别希望 就是中国的所有的年轻人 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 最后都能够取得成就 但是呢 某种意义上 他也有的时候 也有某种机缘在里面 比如说雨晖过去奋斗到29岁 是吧 其实也没啥希望 是吧 是是 是是 你教印教的挺好的吗 这个就希望了 在他成名以前啊 这个我们网上直播的时候 雨晖跟我一直直播 网上就会有人说 这个人长得这么难看啊 怎么可能变成网红呢 是吧 是真的 曾宇老师还原就是真实的 我觉得一点都不能看来 不 他现在 这是男人 你现在不客观了 挺有魅力的 你现在已经不客观了 汪老师 哪里有很客观 对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我想说的是 就是说 每一个人的努力 都是要经过一段时间 甚至是很在一段时间的 自我修炼 和自我肯定的过程 当然并不一定 每个人都能达到 最后像雨晖啊 他都说 我后来也做出了心动放来啊 但是呢 我觉得努力 就像你今天 我跟你对台的时候说的一样 就是努力或多或少的 能使你的命运变得更好 这件事情是不可否认的 对 是吧 只要你的努力的方向 基本上是正确的 那努力的方向正确就是 你做的每件事情都是 比如说 雨晖 原来的学习和读书 他并不是说 因为知道自己直播有名 不是因为知道自己要火才读书 对 所以他去读书 他去被唐氏送辞 去研究思想历史 那他原来就是 他就 这就是他的努力 他就是爱好 所以他没事 孤独的在自己的 那个周来的小房间里 待着的时候 他并没有去打牌 并没有打麻将 而是说在那儿读书 在那儿思考 那这种东西 他并不知道说 这件事情 为了我是为了 为了我成功做准备 但是我认为 潜移默化的 他一定是意识到了 这件事情 对自己人生的成长的好处 对 至于说哪天他有用 我不知道 就像我原来读书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哪天有用 我也不知道哪天 会跟王帝老师 都在这对谈 所以我想表达这个意思 就是说 尽管我们常常会面对 人生中间 很多无望的东西 是吧 但是我觉得 即使在这种无望中间 就像你刚才说的 唐氏是不允许的 我觉得适当的努力 或者说 至少有改变 自己的命运的某种冲动 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哪怕到最终 你的命运依然是 如以往一样 因为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说 努力的就必然改变自己的命运 但是不努力 是必然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 或者省之命运 走会变得更差 这是必然的 对吧 对 刚才于老师说了 但是我强调一点 其实 这个读书 真的是非常重要 哪怕是一个 我们作为普通人 日常生活 或者是作为学者 其实都 都要读书 这个读书 实际上是一个 我们数字的 这个我们思考的 我们人生的一个部分 不管你怎么读 你是读这个文学也好 你读历史也好 还是读其他 反正你感兴趣的 这个我觉得 像董老师就是一个最好的 这个证明 这个我想东方正常 我也看到你在 在这个做的 如果没有过去 你读书的那些经历 读了这么多东西 在你的头脑中间 有的是自然的一种流露 临时报扶脚 扶脚是不行的 肯定是不行的 这个是长期的准备 这个当机会来了的时候 你能够抓住 当然就是于老师说的 也可能你永远 没有得到这个机会 但是如果你不读书 没有经过 这样一个准备的过程 可能你这个机会就是来了 你也把握不到 所以这个问题太重要了 这个一定要读书 不管你怎么读 不管读哪些书 这个读书让你去思考 黄色小说就是 其实黄色小说也不能说 完全不讲 我不说叫鼓励读 比如说金平梅 我在读讲历史的时候 我在美国讲历史的时候 我经常拿金平梅来做例子 丈母娘不让我听 别说了 我看不见他 他一个社会小说 其实比历史的 有的历史不真实 但是他这种社会生活 他也写茶馆 对吧 他也写那种 这种各种 各种这个 当时的文化 街头 乞丐 官人 对 对吧 这个其实 这小说我觉得还是可以读的 不是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 也出了解本吗 是 解本还要读 我刚才听 余老师 讲的那些 提到的 其实现在一代年轻人的成长中的 现实问题 还有王老师刚提到了 您自己在写历史中的一些心得 我感触还是很深的 我记得一些 我再给大家分享 我 我这就是我采访的风格 第一个就是 我良久的自我审视 我的种种过往 引以为豪的 或者为之羞愧的 其实这些零零总总 光乖努力的加起来都是我 我是一个丰富的 复杂的 全面的 深刻的人 那当然这个 我也可以是一个民族 是一个国家 所以每当你端详历史的时候 不是全部 入眼界是美好 当然也不会 全都是糟糕 就像我以前的 敬天给大家说 这个命运不会刻意为难你 很多时候你觉得痛苦 可能是认知阻碍了你 所以越全面的 审视历史 可能你就知道 它其实是很复杂的 第二个 大视角的波澜壮阔 是普通的人 最喜欢听的故事 因为它显得那么的浪漫 它一个偶然的决定 一个帝王的愤怒 一个美人的耻目 一个将军的勇敢 我们常常会把一些 极其微小的细节 无数大的放备之后 达到这种极其夸张的戏剧张力 我们喜欢听这种故事 那种故事听得有意思 但是各位朋友注意 这种大视角的波澜壮阔 的确会给你一种 这种美好东西 但它常常给你带来 是一种无法逃脱的宏大感 以至于在大的背景下 你不好意思说个人了 所以经常让个体迷失了 我们经常会讲到 不是迷失 就是消失了 就消失了 就消失了 刚才我们提到了 这个盛世唐朝 如果按照 有朋友读过书的话 按照现在专家的估算说 当时大唐盛世时候 七千万人 长安当时有一百万人 七千万人 你除了李白杜甫 杨一环 唐玄宗 房玄林 张月 这些张稿 这些非常知名的人 哪怕是安禄山的 哪怕是这个十四名人 剩下人员还知道多少 七千万人 你记住了多少 所以长安城里 一百万人 你都不知道几个 所以无法逃脱的宏大感 常常世上个体迷失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 历史背后其实形形色色 五花八门的一些事实 透过历史看到自己的 每一种可能 这个其实是刚才 于老师提到那个话题 我的一个感受啊 就是 愁容满面的中年人 看着面容慈祥的老人 或者看着嬉笑跳跃的孩子 羡慕这个人的从容 羡慕那个的天真 我们很多时候是中间那个成年人 我们会羡慕两端 但是你也清楚的知道 你现在看到的只是你的明天和你的昨天 你如果问那个老人 他永远有悔恨和纠结的 耿耿于怀的过去 你要问那个孩子 他永远对未来无限的好奇和内心的憧憬 我们只是正好处在了其中 我们总觉得自己是最痛苦最不幸的 实际上 我们只是此刻的感受最强烈 深刻认知而已 所以说 我们要知道这些 因为要知道这些 你才知道怎么过好这一生 刚才提到说 读书到底意义是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读书人 书让你看完三千年的史 让你看完九万里的路 最后不管是诗词歌赋 回归田园 还是说功名利路 然后耿耿于怀 你要自呛 你要知道怎么过好你这一生 如果你就是想通过这个读书改变命运 那和平年代 读书能改变命运 呃 纷乱的年代里 一身五义能提升你的命运 你看一下 历史上只有这段种途径 对吧 你要能打仗乱世中 枭雄 你要是能写诗 会智力 会表达 那这个 和平年代里头 你就能够出人头地 所以耐心 勤勉善于捕捉机会 不要害怕输读的夺劳 因为输到用诗方恨少 永远只会嫌少 呃 假设刚才那种 故事 就是另外一个平行时空里头 如果说 余老师带我们转型 现在方知道 现在仍然没有遇到这样的好运气 其实刚才你 两次来之前 我得跟他聊这个故事 就是如果这个运气 仍然没有来 我这一刻仍然是痛苦的 仍然觉得自己 没有实现自己想追求的目标 仍然没有一飞冲天 然后仍然没有人尽皆知 那我在这里仍然痛苦的去讲那些 讲那些哲学 讲那些文学 讲那些历史 讲那些地理 就像笔下写的西西福神话的西西福 把石头推向山顶 又滚下来 徒劳无功 但是又忙忙碌碌 的一生有没有 有啊 我在推巨石的过程中 我内心获得了一种 崇尚感 一种高尚感 一种满足感 虽然我最后没有推巨石 推向山顶 但我一生是为之付出 而且是为之感到满足 而且有追求 有追求了 对啊 我要干这个事情 我内心体验很重要的 但是我掳过力了 对 所以就是过程中用尽全力 但是对结果淡然处置 应该是诸葛亮 给自己的儿子写那个里头 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叫做 非但不傲 无以明智 非宁静 无以之言 就是这句话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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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我是完全总结不出来的 对对对 就是我们讲历史 就是根据这个历史来 但是我觉得 语辉他能够从更抽象的角度 而且能够 让我们的听众能够听懂的语言 我觉得我讲的有的时候 他还是通过 那你就多向语会学习 那我们要学习了 我也学习 所以说要请到我们澳门大学来 给我们 给我们讲一讲 语言的语书 哎呀这个能够成语了 我想终究完而已了 你们可以分开 我们来澳门去直播嘛 好 直播先来澳门 谢谢 可以啊 直播先来澳门 同时为澳门也卖的产品 对啊 帮妈签着的 真的是啊 我不是回去了 我们要争取了 你不要让我们澳门失望 真的真的 不是我们澳门 让王老师 我们让王老师出血 对 让他今天赚的稿费 全部花出来 这个能够卖多书 这个才是 我觉得稿费啊 这个身外之物 对吧 那钱多很好 钱多很好 我请你吃啊 余老师 澳门还有挺多好吃的 葫芬很好的 对 真的是很好的 余老师 要你的稿费 让我想起一个成语 嗯 杰贫继父呀 这是 他要你那样稿费干啥 但是他请我做他的包鸡 那就更小事 对吧 我没包鸡 我家里养殖老母鸡 可以包给你 那也请啊 邓汤 突然发现余老 这是余老师采访中 最快乐的一次了 有的时候采访的这个 哎呀 没头紧住 下次到成都 我们吃火锅 这个是我每次到了成都 我就想 我们下次到成都去 直播的时候 我帮你从澳门邀请到 对啊 那肯定去 第二次了 肯定去 先澳门再成龟 我带你们去苍蝇馆子 不要记得有什么高大 我不跟你说了嘛 我六十岁以后的人生 就是吃吃喝喝 那吃吃喝喝 跟谁呢 跟朋友们 跟兄弟们 自我一定要叫上我 我三十岁 就想多多无为了 你还是多多有为了 我就想平安息了 再干几年 再干几年 你可以一路 想不动了 你可以一路 但是还是要有为嘛 卖农产品就是有为嘛 陆路就是去直播吃火锅 就是忙碌的 有所作为 其实我们刚才在这里 传递的这些知识 包括 其实王老师的书里 写的很多大量的细节的考证 包括我们刚所聊的 这些观念 其实无非就是想提醒 经济前的每一个朋友 大家知道怎么融洽的 做自己 然后就自洽这个词很重要 就像大家去看 这个明朝那件事 其实看到之后也一样 说我们研究历史 到之后不是写进帝王家世 不是写进他们那些密室和风流的经历 何必呢 他已经得到太多关注 他已经是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他已经是非常幸运的极少数人了 但是 不好意思啊 我这时候是非常悲惨的极少数人 我一直认为帝王和那种王妃之类的生活 是最悲惨的生活 对 他们已经是得到太多关注的极少数 我们且不定义他是幸运 还是说不幸 他是极少数 但是大多数人其实可能很多时候是没有得到琢磨的 这就是我在以前当老师的时候 我经常有这感受 就是我每次家人会很少提学习成绩好的那几个孩子 那几个我只会私下说 但我不喜欢当种表演优秀 因为我们知道比如高考人数 前年1071 大前年1072万 之后1078万 再去年一个是1080万 如果我们知道这个21985大学 221全国你录50万学生哪不是 985你按20万算 顶破天了吧 1000万里头20万人 100人头两个人 那一定是极少数幸运人 我们很多时候就擅长把幸运人的故事 无限大的方便 然后让告诉孩子 只要你努力 只要你勤奋 你可以成为 你也是不一定的 你有可能 很有可能成为不了 但是孩子要为此耗费 他一生所有的精力和时间 我觉得是 因为大学 如果是你要考上最好的大学 北大青环金 必须找可能是top1% 但是如果受到教育 我觉得是分流的 就是说哪怕是本科 三年的本科 这个也是根据我们的成绩 如果我不是那种非常会考试的 而且我不愿意把我百分之百的 甚至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努力 都用在考试上 那么我也可以选择 我就受过一个专科的教育 为什么不好呢 没有 自从与会议成名以后 我觉得他被后悔当初上北大 因为我当初要是填西埃外固域学院的话 那我现在就他师兄 我有个遗憾 就是没去北大 你北大还有机会去 你不去了北大 他就是你的老板 对 他要去北大了 他倒过来变成我老板了 你在这里风光啊 对吧 争选 那我就基本没这个机会了 为什么呢 我口才不如他 是吧 这个唐世壽司 贝德不如他 思想总经 如果你读的是西安外固域大学 你就有了一个口才了 并不是每一个西安外固域大学的 都能成为读一会 这个是因为 余老师 余老师在新东方工作这么多年 其实我当一个老师 我是有感受的 我觉得新东方有一些 特别有意思的企业文化 比如说你随便开老板玩笑 他其实代表了一种无所顾忌 无所顾忌里头 其实就是尊重自由 然后再有一个 其实就是你人品的 学者其实经常是表面上 要很清高的 不要给企业讲 我们不要 但是余老师 我们是真的是尊重 余老师经常 余老师也是作者 他写了那么多书 我们都觉得很严 我跟你说了半天 你再提老的书 我要一头钻下去 余老师经常货从口出 连累我们所有人 刚才你看我说了半天 余辉就吓坏了 差点又怕平台被关掉 我来都是来捣乱来的 就像你说的 这个领导人通常不干好的事情 就通常是捣乱 基本就是我 那个余辉 我们最后一两个问题 已经快一个多小时了 已经 今天晚上聊了很多 但显得有一点凌乱 但其实背后呢 都是围绕着这本书展开的 我们这里头聊了 这个碌碌有为 其实就是说那些社会上 好像看起来沉默无声的 绝大多数人 但其实只要每一个个体 按照自己的意愿 然后健康喜乐的过这一生 你可以 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一个成功的人 那你做一个幸福的人 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一个 非常乐观的人 那请你做一个坚定的人 你总有自己能发光的地方 也总有你自己能够照亮的地方 你记得 首先为自己而活 让自己幸福快乐 其次照顾好你身边的家人 爱身边具体的人 其实就行了 我们不希望通过一些知识的教授 或者是历史的重复 把所有人之后都变成 特别专营的投机分子 好像我把这些历史连起来看 能总结出一套 让我成功的公式 好像套用的任何地方都适用 只要我做了什么事情 我就必然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以此作为自己成功的参考 和人生的宝典 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人不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世界上也不会有两片一模一样的叶子 你不可能面临一模一样的情况 或者即使一模一样的情况 你做了一样的决定 也不见得会有更好的结果 所以越是端详历史 越是端详到最后 就是看到了每一个云云众生 生活中努力 可爱 真实 勤奋 然后又极其自我满足和快乐的样子 这就是我们今天推这一套书的 我的一个个人想法 那作为结束 我最后特别想让我们老师再回答我一个问题 您也是老师 您教过很多学生 因为镜头前会有很多的家长 也会有孩子 如果您想给这些孩子们说一些话 您想说什么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一代的孩子 其实也有他们的辛苦的地方 虽然可能生活水平在不断的提高 但是他们从幼儿园 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 这个不能说在起跑线上 幼儿园小学到这个初中高中的 这种应识教育下的这种大 这种压力 我倒是希望我们的家长 能够让 我觉得考试固然重要 但是我想我们的家长 应该是把小孩的这种健康的成长 这个健康的成长 包括心理 生理的健康成长 我觉得更重要 因为现在这个压力之下 我们看到这种育疫症 自杀现象 其实我们的家长 让我们的要不要 就是我的这个小孩 就要就是忘记成龙 以后就要一定要上好的 非常好的大学 一定以后要非常有成绩 重复认识到 我们的小孩也可能是有 只能走到这一步 但是他如果有个快乐的一生 快乐的这个童年 学生时代 他是幸福的 比他考试考得好 这个更重要 而且我们家长还要注意一点 也可能他现在考试不怎么样 但是也可能到了某一个节点 他进入到某个时代 他会某一种工作 或者某一种事业 对他特别的 比如说他突然去 能够做生意做得很好 或者有的人能够去写小说 他书里画插得一套糊涂 他可以去写小说 或者是他突然想去农村里 种田 种蔬菜 也能做得很好 这种选择 我觉得与其去迫逼迫他 甚至打骂 甚至这种各种惩罚 一定要理解 我们其实这个社会 是个多元化 一定要让他们有各种选择 而且能够承认 我的这个小孩 就是这样 他快乐 他健康 我觉得这样 作为一个家长 就是很成功的了 而并不是说 一定要达到某种 而且一定不要攀比 我讲我的事情 其实我的小孩 就读到我Texas A&M大学 其实也不错 但是我周围的华人子弟 一会儿就说 他上哈佛了 一会儿上普林斯顿了 上耶路了 我一点都不行 我觉得只要他好就行 不需要这么去推 不许 不许太好 真的是他们也痛苦 家长也痛苦 说不了 让大家放冲 认识到这个幸福的 这个青少年 这个是更重要的 我觉得非常同意 我补充几句 这个讲到这 因为毕竟搞教育 搞了这么多年 自己也带过孩子 就是我觉得 人生就从来没有什么起跑线 所有的起跑线 都是家长加给自己 也是加给孩子的 某种不应该有的负担和偏见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出生 他就是一个独特的个体 每个人的人生道路 和他在人生道路上 所遇到的事情 必然是不同的 他看到的风景 以及他个体对于风景的反应 以及他在路上 愿意跑得快 还是跑得慢 是完全是由个体 在成长过程中间来决定的 所以当我们把孩子 作为一个个体 作为一个不同的 每一个人都有 就像雨霍刚才说的 没有两片叶子 是完全相同的 没有任何两个人 也会走人生的相同的道路 对 所以在成长过程中 我觉得 让孩子正确的成长 比所谓的 要迎在起跑线上 要重要 太多太多 那正确的成长是什么呢 就是你刚才讲到的 如果他要保持一种 快乐的健康成长的心灵 那孩子 确实他愿意 为自己的人生 去未来培养出 他愿意努力付出的 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 以及他愿意在 即使在监控的环境中 也一来保持一种 人生乐观 和积极相上的 这种态度 那比他上任何好大学 都要好 大家可能所不知道的是 就是说全世界范围内 所谓的名牌大学的 学生的抑郁症的比例 和自杀的比例 都比其他的 普通大学还要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 名牌大学不好 我只是说 即使你的孩子 这种有机会 进入名牌大学 他应该也抱着一种 健康的身心 走进名牌大学 去参与到未来的 其实不再有任何 起跑线的竞争 面对人生 一生的卖卖长路 请问 你起跑在什么地方 即使跑一个 几个小时的马拉松 起跑线都已经 不再那么重要 何况是你人生 一辈子慢慢 无尽的这个长路 我觉得在这个长路上面 有能力看风景 有能力走下去 并且有能力停下来 反而是最好的风景 我补充一点 一句话 其实有的时候 哪怕是退休了那一点 也可以成为你的起跑线 你看齐博石成为 著名的画家 是60岁以后吧 对 对不对 就这样的道理 江子家出山贡 听与辉总结 总结完了 我们就要帮你送的了 我们一般书卖完了 就要走了 你现在好几本书都已经卖完了 还赖在这儿不走 最后几句话 不走的话要罚款 就是刚才我们在聊 因为我们希望透过历史 看到现在 透过他人看到自己 如果读书读到最后 只能回忆起那些旧人旧事 那个书不如不读 曾经那些遗憾 或者是那些过往 那这个历史不读也罢 我们让大家读书 其实完整自己的认知 然后提升自己生活的能力 仅此而已 只是为了提醒你 我刚刚说的 这个《明上那些事》里头 有一句话是这样写 就是说 我们写历史不是为了 记住那些朝堂之上的帝王 而是山谷上 官道上往来的山谷 田地里耕作的老农 我们希望记住那些云云众生 或者自己就本身是他们 所以我们了解了他们 像透过迷雾看到自己 于是我就知道怎么样做自己了 如果说我有一个孩子 成功不是他人生第一等要事 我希望他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免于疾病的折磨 我希望他有正确的三观 他能够在人生面临困惑的时候 一直清醒 我希望他能有感受幸福能力 不至于蹉跎一生 最终我希望他有一个稳定的情绪状态 这样他不至于折磨身边的人 能做到这四点 孩子就已经非常好了 我每读书就想让自己成为一个痛苦的 清醒的哲人 或是痛苦的诗人 我总是喜欢杜甫 但每当我一回家 我妈就说 孩子 儿啊 我想让你成为一个快乐的傻子 我小时候对此 内心深有芥蒂 我觉得平常让我成为快乐的傻子 她就说 你别失眠 你好好吃饭 颈椎不疼 妈就想让你成为一个快乐的傻子 长得很大 年龄 我才懂这句话 父母最真诚的祝福 对 感谢大家 今天晚上非常开心 邀请王帝老师来我们直播间 这个书的右下角还有很多 喜欢的朋友 右下角可以自己拍的 这个陆陆有为 其实从衣食住行 等等 很多的方面 去对历史进行了一次回溯 我们能够通过这些历史的迷雾 看清现在生活的样貌 比如说我们吃什么 穿什么 用什么 住什么 其实都是有据可疑 而且这些比较大的智慧和文化的积淀 往往来自于普通的老百姓 然后剩下两本 这个历史的微生和内奸街角的茶铺 可能你也会非常喜欢 因为刚才王帝老师提到 像成都那种街边的一个茶摊上 那其实才是人们休养生息 彼此交流 达成默契 然后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地方 谢谢雨晖 感谢你 谢谢王帝老师 余老师 我们下次余好了 帮我们见 帮我们请我们吃 帮我们见 我其实刚才是给您接这个礼物的 余老师的朋友来都不能空手走 因为 哎呀 对 我们一直在想 当着所有的粉丝送给你以后 到了下面要还给我们 对 这套用了半年了 我赶快把它拆了 抓一把对吧 这个是安慰的猴葵 哇 然后这里头有四种非常精品的红茶 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谢谢 这是我天天喝的现在 对 对 每天一包 每天下午 我醒神的时候多喝这个 这个是家里给家里 哇 这个特别是你 因为你的眼睛有问题 这个是对眼睛特别好的 我的眼睛是我的范围 这么一说要被关掉了 哎呀 好了好了 对 王老师再见 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您您在旁边稍坐休息 我马上就过来 好 谢谢 我再把刚才所讲的这些 给大家总结一遍 总结一遍我就退下了 以防有朋友想要截图的 来准备 短眼镜剪快 三 二 一 截图 下不下耽误所谓 小黄彻底自己翻 对我刚才说 我们总是想想孩子 我们总是教孩子 如何成为一个 惊天动地的大人物 在历史关键的地方 然后呢 退一把力 我们总喜欢听那些 波澜壮阔的事情 因为它极具 这个戏剧的张力 但实际上 我们却很少教会孩子 做一个幸福乐观的普通人 而事实上 大部分人都是 普通人 不管是从考试的路区比例 还是是从任何一个事情的 成功的角度 就是我为什么在直播间里 不太喜欢 总是讲自己呢 董运会只是幸运地 被大家看到了一个 北上广深奋斗的年轻人 但是在北上广深奋斗的 有多少人的儿子 有多少人的女儿 甚至有多少人的父亲或母亲呢 所以不要只放大 两个人的偶然的运气 然后呢 都想要一名轻人 但大部分人都默默无闻 在默默无闻的时候 我也不因此失落 所以所谓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就是这个意思 对过程全力以赴 竭尽所能 因为我不想对结果抱有遗憾 但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将淡然处置 因为我知道 得之我幸 失之我命 命运已经安排好的东西 强求无益 我透过层层的习惯和偏见 想要窥探历史 但是往往看到的 只能是更多的习惯和偏见 所以你要换一个视角 从下往上看 可能看到的是历史的承受者 加密尔在诺贝尔领奖的现场说过一话 说文学作品不应该去记录那些创造历史的人 反而应该去记录那些承载了历史的人 因为他们是绝大多数 所以要窥探到角落里那些历史的事实 往往看起来一些光怪陆离的世界 其实充满了矛盾 真正的智慧是在怀有两种极其矛盾的 毫不相干的观点之后 才有可能会真正产生的 如果你自始至终都只信奉一种主义 看到一种世界 迷恋一种颜色 你有可能就是偏下的 去避 尤其在网上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背后是纠缠的人性和复杂的现实 没有简单的 行之有效的一个答案 或者是一套方案 第二个就是刚才提到 要让孩子要好好的读书 要耐心 要勤勉 要有善于捕捉机会的能力 书不会多 书到用时方很少 所以也别担心自己家里书太多了 书香门底 多了才香呢 如果说我要教会一个孩子 最重要的事情 孩子忘记成绩 忘记排名 忘记考试 忘记公民力度 那些固然重要 如果有 爸爸恭喜你 如果没有 爸爸也不会责备于你 我们一起努力就行 我更希望你有健康的身体 正确的三观 感受幸福的能力 和稳定的情绪状态 因为这个与你 与别人都非常重要 还有其中总结的这一页 我良久的自我审视 忠忠过往 不管是引以为豪的 还是为之羞愧的 它都是构成我身体的一部分 我之所以是我 因为我丰富 大视角的波澜壮阔 往往给人一种 无法逃脱的宏大感 我们在看一个人的故事的时候 不要总给他架上了一个 无法挣脱的大的框架 因为那个会让个体迷失 甚至是消失 我们就看个人就行了 他就是他 他很傻 他就站在那里 有一些木讷 有一些耻顿 有一些柔弱 但他也有自己的光彩 也有自己的特点 他挺好的 历史背后是形形色色 五花八门的事实 希望我们都能透过历史 看到自己 看到自己的每一种可能 三 二 一 截图 好 感谢 感谢东东 我就不捣乱了 拜拜 不客气 等一样会会去送一下 这个是我的书是吧 王老师还有于老师 好不好 一样会会跟刚才两位老师 去休息一下 来 不知道刚才大家 怎么说呢 反正我自己是受益匪浅 不知道大家吸收了多少 像每一天这样的一个直播 或者是每一次东方珍选 有我们的老师来做客的时候 每一次我都全程从头看到尾 然后以至于我看完了之后 我自己在之后的生活当中 我去回想的时候 每一次回想都会有新的一个感觉 就像是刚才灰灰跟王老师 包括于老师去聊天的时候 他们说让自己的孩子 去接受自己的平庸 也让自己去接受自己孩子的平庸 我觉得跟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 一个达官的观点很像 达官它不像乐观 也不像悲观 乐观是把什么事情都往好处想 悲观是把什么事情都往坏处想 对不对 那反而达官呢 是他允许一切往好的地方 或往坏的地方发展 我都不为所动 我并且欣然接受 当成年人练就了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时候 其实他的情绪就稳定下来了 他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就会更加的自由 也会更加的能够稳定的 从自己的内心出发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样的 好不好 来也先跟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